披露 各位那個 歸必各位那個 朋友各位同學各位學生各位老師 今天本來我們有一個主持人 我的同事他的歷史有事 所以我就全從來這邊 就是控制一下這個時間而已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 這是臺大經濟系、臺大公共經濟中心 跟永社共同主辦有關資金區的 系列座場會的第三場座場會 今天很高興請先介紹一下雨潭人 第一位是政大地爭系的許士隆 許找出好 然後左邊是勞政主任兼公平 穗改靈魂邁人洪敬樹先生 另外是中央大土經濟系的邱俊隆教授 我待會也會報告我的評論 謝志誠有說他在路上 因為他在另外一個委員在港湖來當送 每一個雨潭人大概有20分鐘的時間 會想第一聲 然後25分鐘後想第二聲 盡量差不多在25分鐘左右發報完畢 後面會有QA 也許時間夠可以在第二輪發言 我們先開始請徐老師 曾主任各位現場的貴賓 還有在網路上的一些好朋友 大家好 雖然沒看到你們 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收藥來談資金區裡面的第二章 有關於土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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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第二章土地的部分 口頭跟各位無衷 就是其實也非常嚴重 尤其在這幾天我們看到 葉斯文前署長 他收會 其實跟我們這個條文 相關的設計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這條文的設計 其實是延續了過往條文的一個 補給跟思考 所以這是必須要改的 那第三個問題 另外一個也是非常大的問題 我簡單跟各位做分享 那第一個問題呢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農事陣線 長期以來我們非常關心 土地徵收的課題 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問 在這個資金區 它的土地要怎麼來 怎麼來 它的第十三條 它的資金區 第十三條 那我今天的報告的大概 其實已經超出 我原先幫各位做了設計的 這四個大結構問題 那第一個 也就是資金區 它的土地呢 歸領在第十三條跟第十四條 第十三條呢 就是主要的 就是用原來已經設置的園區 但因為原來的園區呢 土地還有很多的閑置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閑置的土地呢 整個園區 我們把它改成所謂的資金區 所以第十三條的第一項 總共有五、六款 那其中前面的五款 大概指的就是原來的那些園區 比如說科學工業園區 比如說產業園區 又比如說工業園區 加工出口區 那我剛剛講的工業園 應該講成產業專區 也就是應用原來的園區 來把它轉成現在所謂的資金區 這是第一個園區目的來源 但是我對這個我就提出一些批評 因為這五個園區 大部分它的土地的來源 其實也是用徵收 所以從這個條文的設計 我想讓我們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朋友 大家倆了解 我們中華民國的土地徵收 是有多麼不難的 各位主 土地徵收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必須要以新辦事業之所需為限 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規定在我們土地徵收條例裡面的第三項 必須是以新辦事業之所需為限 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第十三條的第一項 第一款到第五款 全部都還有很多閒置的土地 比如說中科 我們光是講 中科世紀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相思了 它總共徵收了六百三十一公頃 結果它目前只用了幾公頃 各位知道嗎 它只用了三公頃 所以它當初它為什麼需要徵收這麼多 這個其實都不符合徵收的必備要件 就如同我們最近在看林口A7 它徵收了幾公頃 它徵收了兩百三十六公頃 它用多少的面積來做何以住宅 它只用了十公頃 所以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土地徵收 徵收浮爛到這樣你的程度 我們希望不要以為 如果AR原來的土地有閒置 所以我們就把它管用 變成資金區 但是我們更必須要深入的去探討 為什麼徵收這麼負難 其實根據我們土地徵收條例的設計 你如果跟你原來的土地徵收計畫 不一致 你土地是要還給人家的 你要撤銷徵收的 你要讓民眾有那個權利把它買回去 那我們叫做收回權 一個叫收回權 一個叫撤銷徵收 但是我們的政府 根本不願意這麼做 所以第一個 讓各位土顯的 讓各位知道 土顯的就徵收很負難 第二個 要跟各位講的 它的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就是新設的園區 至今區 它的土地要怎麼來 好吧 十三條 就是原來的園區把它轉變 變成至今區 第十四條就是新設的園區 那新設的園區 它土地要怎麼來 它說有三個方法 一個叫做協議架構 一個叫做一般徵收 這規定在第十八條裡面 第十八條裡面 一個叫協議架構 一個叫做一般徵收 另外一個叫做區段徵收 三個方法 那我要跟在場的貴賓 跟大家做報告 所謂的協議架構 向來都是騙人的 我們中華民國的土地徵收 也有協議架構的一個規定 規定在土地徵收條例的第十四條 但是我們基本上很少在使用協議架構 因為為什麼要協議架構 因為徵收必須是最後最後 迫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我們在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有相關的規範要協議架構 他們為什麼在我們國家 協議架構是假的呢 因為我們國家的協議架構 那個價格是不可以談的 當我們看到協議架構這四個字 我們會以為價格應該是可以談 但是在中華民國的土地徵收裡面 價格是不可以談的 而且那個協議架構的價格 就是跟土地徵收補償的價格 是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協議架構 基本上都只是一個形式上的作業 都只是形式上的作業 都是在騙人家 都是在騙人家 所以你可以看 從18條的這個設計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其實新設的置金區 它的土地來源就只有一條 那就是徵收了 可以嗎 因為協議架構是騙人的 除非已經知道土地要不要徵收人 他想早一點拿到土地徵收補償的價格 他才會同意協議架構 但是這個比例下來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比如說土地是共有的 共有人不是住在當地 住在別的地方 我們看到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才會有協議架構 但是協議架構的價格 跟土地徵收補償的價格 是一樣的 我想這個要跟各位做分享 那他也不可能用一般徵收 因為一般徵收只有現金補償 政府沒有錢 所以唯一的一條路就是趨端徵收 趨端徵收 我們現在政府浮讓的在使用趨端徵收 淡海新市鎮第二期 1140公頃 桃園航空城3200公頃 新竹土域440公頃 新竹二重土400多公頃 我們政府現在都大幅度的 在使用趨端徵收 為什麼 因為政府沒有錢 政府的財政嚴重的有問題 它不只沒有錢 它用趨端徵收 然後來騙這些土地所有權人 跟他們講 我們是土地合作開發事業 我們政府都用這樣一個觀念 來騙我們土地所有權人 來騙我們台灣的社會 那其實趨端徵收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 它就是想賺錢 一方面它沒有錢 二方面它還要賺錢 因為趨端徵收完之後 它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大概就會變成徵收總範圍 這三分之一的土地 大概就會變成政府的 那政府就拿這三分之一這左右的土地 把它標售讓售來賺錢 那這三分之一的土地 我們一般民間叫做配餘地 分配剩餘的土地 配餘地 比如說劉政宏 在苗栗大埔事件當中 讓議會問他 苗栗大埔 這個開發案 會為苗栗憲戶賺多少錢 他公開在憲議會講 會賺20億 但是他說我現在還不出手 我幫在場的貴賓 你還記得 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20億怎麼來 20億就是用區段徵收完之後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我們叫做配餘地 分配剩餘的土地 變成政府的 他們拿來標售 所以未來我個人預測 如果他還要徵收的話 區段徵收會到幅度的被濫用 當然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區段徵收已經造成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次第一個 我想跟各位報告的 因為我認為區段徵收其實是有嚴重違憲之餘 那為什麼是嚴重違憲 因為區段徵收 它根本不受土地徵收必備要件之拘束 因為土地徵收 是對人民財產權 生存權 工作權 等於是基本人權的嚴重的剝奪 所以它的一個實施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必須受到徵收必備要件的一個拘束 但是長期以來 我們政府都故意 都故意 這個忽視 不管一般徵收或區段徵收 尤其區段徵收 我們在民國75年 我們故意把它扭曲 區解 把它區解成是政府跟民間的合作開發事業 用這樣的一個詮釋 來規避 徵收必備要件 我個人認為這是違憲 這是我第一個要跟各位分享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我的poppoint大概只到這兒 當然我的poppoint我也願意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願意 我都願意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跟各位報告到這兒 第二個部分不在我的文章 也不在我poppoint裡面 也就是至今區 將造成國土計畫體系的崩徑 至今區 條文的設計 現在的這個設計 將造成國土計畫體系的崩徑 我剛才跟各位分享的這兩個條文 第13條跟第14條 第15條是什麼呢 第15條是有關新定都市計畫 新定都市計畫 新定都市計畫應該如何來實行 第16條是什麼呢 第16條是非都市土地的變更使用 那非都市土地 那各位就知道 那是屬於區域計畫 那是區域計畫 第17條是新定都市計畫 叫做新定都市計畫 第17條是新定都市計畫 這是非常重要的三個條文 為什麼它這個設計這麼設計呢 其實這三個條文當中的第十七條 還包含了環評都在裡面 環境影響評估都在裡面 所以我剛剛如來做補充 這進去會造成我們國土計畫體系 還有環境保護體系的風景 如果要擴大一點講可以這麼說 我要回到第十三條跟第十四條 第十三條的第二項 也就是舊友園區把它轉變成至今區 它的所有的規定都變成由主管機關 令定規定它的第二項 第十四條我希望我不要混淆大家 第十四條就是新訂的至今區 它的第六項 它的第六項也就是新訂至今區 它的規定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都由主管機關自己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它立法的一個邏輯很重要 也就是我經濟部我主管機關 我先決定了什麼地方要當至今區 我決定了之後 我再交給你國土計畫體系 你們就跟著給我改 我們不會懂意思嗎 也就是我經濟部我可以主導至今區 要怎麼來設置你國土計畫體系 你的內政部你的營建署 你的我們行政院的環保署 你都只是邊垂 你都只是花瓶 你都沒有你的自主性 我讓各位懂了我這意思嗎 這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的計畫體系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這樣 也就是我們長久以來講經濟掛算 為什麼我們講經濟掛算 在這個條文裡面充分的展現出來 我13條14條不管舊的新的 全部由我經濟部自己來決定 我決定完之後什麼地方要擺至今區 你的都市計畫就跟著給我改 你的區計畫就跟著給我改 你的環評就給我通過 各位懂得這個意思嗎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來辦了 在民國80年代 另外經濟部就提出一個 所謂的很有名的 叫做工商中和區 我怕年紀比較輕了 可能你們沒有聽過 可以找一下工商中和區 在民國80年代 他就已經提出來 就經濟部要主導 最有名的就南卡交流道 下去那邊不是有個time wall嗎 有沒有在場的 你不知道年輕人可能聽過 time wall 當開幕的時候 還造成中山高為之塞車 這個民國80年代的事情 他等於現在要再重來一次 也就是我們的土地 使用計畫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因為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它的主管機關都是內政部 但是如果按照資金區這個條文來設計 資金區的主管機關 它是經濟部 所以以後我經濟部決定了 你們就跟著跟我幹進去 各位懂意思嗎 所以我剛剛講了我們的國土計畫體系的崩解 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過往就是按照這個邏輯不斷在進行 我們未來還要繼續這個樣子來做嗎 而且是擴大的來進行 其實80年代的工商中和區 其實學界就有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但是還是讓它通過 那時候面積還比較小 但是現在資金區 各位千萬不要小看 它什麼東西都可以變成資金區 全台灣也都可以變成資金區啊 那我們的國土計畫 還需要嗎 我們的環評還需要嗎 這第二點跟各位報告 不然各位清楚了嗎 很關鍵這第二點 第三點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公有土地啊 會大量的流失 第十九條現在很少人在談 公有土地 換請大家特別注意 公有土地 你看看條文的設計 我們的公有土地一般分成兩種 叫做公有公用 另外一個叫做公有非公用 能夠流出的 根據國有財產法的規定 只有公有非公用 才能夠流出一些民間的使用可以出租 或者說它可以來處分 只有國有非公用 但是沒有公有非公用的部分 但是對於公有公用的部分 是嚴格的管制 國有財產法裡面有相關的規範 但是你看十九條的規定 資金區條例十九條的規定 大家要特別注意 可能你們學地震的人很少 看不出來 這一條一定下去很恐怖 以後公有土地 不管是公有公用或公有非公用 只要管理機關 它願意出售 就直接賣出去了 所以國防部以後土地它直接賣 軍營就賣 學校教育部 它也可以直接就賣 各位懂我這意思嗎 以前這個規定 以前這個都不行了 你至少要經過公有公用 把它弄成變成是公有非公用 經過這個程序之後 再看如何釋出 現在連這個程序都免了 我不動產管理機關 我直接公有土地 我愛賣我就賣 可以懂嗎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 其實在東花建設條例 前幾年通過 兩年前通過了 其實國民黨的版本 就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國民黨的版本 但是被我們看出來 被我們打了一次 這一次它又再來 我明白的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所以千萬幫大家 把這個訊息放出去 一個就是徵收 雖然管中民主委 他當面承諾 說他要把徵收全拿掉 但是是不是我們黨立委 會讓他全拿掉 我現在還不知道 第二個 有關於我們國土計畫體系的風景 第三個有關於我們公有土地的流失 快請大家我們一起來注意 最後一點我非常心痛 當你經建會已經改名叫做國發會 結果你所有的思維 這是你改名之後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法規 不是嗎 結果你的思維 都仍然維持過往 經濟掛算的那種思維 來做設計 這是我認為不應該的 所以我主張 這個自新區 這個條例 應該要把它退回 讓國安會重新再去審 然後再送立法院 我們再共同來審查 謝謝大家 我們抱歉 很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徐老師還要下班有課 所以他就先回去 好 好 謝謝 謝謝徐老師 好 我們下一位獎子的話 是請這個洪志書 黃先生 因為那個謝志成老師 他在另一個會議 在路上當中 我們請這個洪志書先生 來談這個 有關稅源方面的問題 喂 好 非常謝謝徐老師的邀請 在這一次整個 資金區域的一個爭議裡面 事實上其實 我們從公益稅改聯盟長期 在關心整個台灣租稅制度的角度來看 對於資金區 其實我們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其實是很清楚的 我們認為整個資金區 其實是為了當年度促進產業生計條例落日 但是諸多的解稅措施 沒有辦法在產業創新條例裡面復活 而跑到資金區條例裡面屆時還回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從資料裡面 我先跟大家說一些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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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整個資金區的版本 它其實是有經過多次的修改 那我這邊列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版本 事實上是在去年五月 整個行政院的一個審核的版本 好 那我可以看到 好 好 當時候整個資金區 現在的 國發會的主委 管仲敏 我們習成為管爺 那時候就講了一句 當時會在正義說 整個資金區裡面的租稅減免過度腐爛的時候 他就講 如果把租券拿掉 那資金區什麼都沒有 好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資金區原本的規劃設計 就是建立在對於特定的企業做大量的減稅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事實上減稅的項目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從這個資料上可以看到 包括海外的營運利潤會回免稅 這個部分有條有保留 專利基礎免稅這個現在也有 外銷體免贈關稅貨物稅 營業稅這些都有 那跨國企業區域 他的營運總部三年內投資會回 可以免稅優惠 這個在現在的版本已經拿掉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特別把營運總部框起來 在當年2011年產業創新條例 一開始產生爭議的時候 企業就一直希望把所謂的營運總部設置 甚至放在產業創新條例裡面 那時候甚至還發生一個非常受社會矚目的事情 那時候的洪基 大家如果還有影響 那時候洪基還甚至講過 如果營運總部沒有放在產業創新條例的話 洪基不排除出走 那時候的董事長施政堂 那個王政堂還升級獎說 已經有五個國家在邀請洪基 那時候講得好像是說 這個東西不過洪基就要怎樣怎樣 那時候其實洪基是屬於營業的跌峰的狀態 那時候大概是全球盤運第二大 那時候洪基的講法是 你給我租稅優惠 我有機會從全球第二變全球最大 OK 好 但是當初因為這個營運總部 它的稅期的流失過多 後來在社會巨大增一直想把它刪除了 那我們來看看現在的洪基剩下全球第幾大 好 所以我其實認為 長期以來我們對於產業的發展的模式 都一直停留在減稅減稅減稅 那是一個最根本性的錯誤 好 那接下來 創新研發 經費15%可以頂業稅 而且 依納雲業所得稅30%為上限 這個版本也拿掉 那創新研發 當初也是在產業創新條例裡面 後來這個條文有被保留 所以留下來 但是我無法理解的是 既然產業創新條例已經有 衛和基金局又要重複提供一次 所以它是可能是造成一個重複的一個減稅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外籍人士的三年的 其實所得免稅 海外所得免最低稅付的這些 零零種種的狀況 其實當時候 提出來版本總共七大項 那時候甚至 立法院令本出乎一年 如果照這樣全過的話 一年的稅損就將近有五百億 五百億其實是非常非常龐大 但也因為這樣的一個金額非常的巨大 在社會的壓力之下 後來國發會就開始把一些租稅的範圍做一些限縮 但是我強調它只是做限縮 並沒有打消整個減稅的念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 那時候 現在目前送立法院審議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總共有這幾條 這三條 包括海外會費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免耐所得稅 然後如果你是在自治區裡面 生涉或從事所謂的貨物儲存 或簡易加工的話 那你未來外銷可以全免你所稅 也就是說你賺到錢不用繳稅 那你內銷百分之十可以免徵所稅 好 各位 貨物儲存 講起來是很 這個名詞大家可能沒有印象 但是我如果把它轉化成為國際物流 大家可能就覺得 其實這個條文就是為了國際物流而省 好 那國際物流這個版本 當初也在產業創新條例裡面出現過 後來也是被因為爭議被拿掉 所以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一開始我開中名義講 智慶區的減稅的措資 名義上它是為了所謂產業發展 事實上它就是為了讓當初在促展條例 被刪除的減稅再度屆時還回 所設置的一個條例 好 那雖然就是說剛剛 在之前不曉得大家知道 陳吉仲老師一直在講說 因為智慶區的條例有關於就是說 你如果內銷10%免稅的話 會對農業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衝擊 好 所以後來那個國發會就講說 好那我們是不是 就是貨物內銷10%免稅 所以排除農產品的適用 排除農產品的適用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 貨物的內銷對農業有衝擊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台灣整個產業 某種程度產業是分上中下游 如果對農業有衝擊 勢力也對製造業有衝擊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如果是加工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從中國進口廉價的原物量 在台灣資金區加工 那我一樣如果在台灣資金區加工 就可以出口的話 我何必再跟台灣本地的原物量供應上交貨 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從中國進口更便宜 成本更低的貨物進口的話 台灣的原本的這些所謂原物量的上游廠商 勢必會受到非常非常嚴重的衝擊 但是這一個部分農業被排除 可是它一樣會發生在整個台灣的製造業店 會發生在這裡 OK 所以我們其實回頭來看 雖然我們剛剛在講的 名義上好像是說 在整個產業創新條例 在資金區條例裡面 租稅的專章有一個專章是放在第四章 叫做租稅措置 可是事實上 它的減稅不止 是只有這三條而已 我舉一個例子 在第38條裡面 它的條字寫了 經許可為第一類示範事業 至外國輸入示範 區內供營運之貨物 及自用機器 設備 免徵關稅 貨物稅 營業稅 推廣貿易服務費 及商港服務費 也就是說 我只要是在資金區裡面 遵許申設 我從國外進口的貨品 除了剛剛這些以上的這些租稅減免以外 我還可以完全免關稅 這樣免關稅 免營業稅免後稅 勢必會造成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我在所謂的生產過程的成本 我就比在區外的企業 還要低劣非常非常多 我的進口免關稅 我還可以免營業稅 再包括我們剛才講的 我如果外銷 我還可以免營一些所得稅 是問區內跟區外 是不是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 竹水不供的問題 那大家想想看 資金區原本最早的架構 是為什麼而設 是為了吸引所謂的台商回流 好 當初這些台商在台灣 可能搞了一大堆 無情阿黑的官場 歇業 然後跑到中國 如今這些為了讓這些業者回來 結果提供了這麼大量的竹水減免 卻讓這些原本根流在台灣的企業 蒙受第二次這樣的競爭上不利益的衝擊 我想這個資金區本身 最大的一個結構性的錯誤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回到來講就是說 減稅長期以來 政府一直講說 如果台灣產業要發展 大家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叫減稅 我不曉得為什麼長期以來 不管哪一個的經濟部的主管單位 不管是誰都是這樣的思維 好 那另外只要講到平經濟 也就想到了減稅 所以其實整個減稅在台灣 是一個有非常非常悠久的歷史 好 歷史部分我待會兒跟各位做介紹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 從這個資料上 我其實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就說 我們一直在講減稅減稅 事實上台灣經歷的大概為了產業發展 有長達50年的減稅的措施 可是這樣的減稅措施是誰得利 這個資料其實是最新的資料 也就是說去年一月以後到去年一整年 有關於企業減稅的一個減稅狀況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表裡面發現 就是說如果從可抵檢 後面可抵檢跟三位抵檢的稅額 年利失業所得稅裡面全台灣有2910億可以抵檢 是保留在企業裡面 但是這裡面有2624億全部集中在製造業 也就是製造業佔了所有可抵檢稅額至少八九成 好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製造業裡面 我們發現其實電子零組業製造業又佔了1980而已 也就是說整個台灣的租稅減免大量的集中在特定的產業身上 集中在特定的產業身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各位其實很顯然的 我們整個台灣的租稅 這產業的減稅的一個發展 某種程度就是一個你會炒的就有糖吃 那台灣長年以來為了發展所謂從三溪產業到後來的一些科技產業 為了要複製這些產業所以我們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給予這些產業 但是事實上各位回頭想想看 這一些企業現在真正把生長線還留在台灣的還有多少 事實上已經不多了 已經真的是不多了 我們那時候講的包括電腦製造電腦 台灣幣電曾經是全球第一 台灣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個租稅減免給這一些複製的企業 可是就我們所知道包括華碩包括黃金幾乎它的生產線都已經大量萬元 所以提供了這些減稅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減稅的獲利有沒有回饋到我們一般的勞工身上 並沒有 OK 好 那我們看到了一個趨勢就是說 政府一直說我們的稅低 為什麼要減稅是要吸引資金的投資 吸引資金的投資 那我們其實有趣的可以看到 那我們從歷史資料來看 台灣的稅從2009年之後大量的開始減 但是這個稅減了之後我們發現就是說 外國來台投資的金額也開始減少 也是所謂的FDI的這個部分 總額也是減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趨勢 從這個表裡面來看的話 就是說金額是減少 但是外國來台投資的數量是增加的 那就有趣了 平均單就變成平均下來 每一個外國來台投資的實際投資額 是大量的減少 是大量的減少 好 那我們其實從這裡可以看到 舉一個例子 2013年這個是最新的資料 整個台灣在當年度 所謂的外銷訂單 總共接到了4429億美金 這是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看起來非常非常飛煌 非常飛煌 那當年度我們的失業率是4.18 那但是呢 4.18並沒有回復到2007年3.91的水準 也就是我們有這麼大量的外銷訂單 可是我們失業率並沒有同步的 同步的一個價比 好 那我們其實進一步去看 我們接到了這些外銷訂單 可是 企業 這些訂單 有54.1%是在海外生產 也就是說台灣變成只是一個接單的角色 那實際的生產鞋都在海外 百分之54.1% 那海外生產的行業裡面最大的一個 對大眾的一個項目叫做資訊通信產業 它的海外生產比例高達87.3% 好 那所謂海外生產說穿了就是在中國生產 所以我們其實從這裡可以看到台灣的水準一直在減 說減稅可以吸引投資 可是問題是我們減稅不但沒有吸引到我們期待的投資 事實上台灣的就業機會卻一直因為生產線的外銀而流失 這就是我們長期以來減稅所在的一個代價 好 那這裡可以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台灣長期其實有非常悠久的減稅的歷史 台灣最早最有名的減稅的一個條例叫做獎勵投資條例 它的適用年度是從50年到民國81年 81年名義上是落日 但是從這裡看到為什麼到99年 因為民意上落日但是當初取得資格的減稅 還是可以持續適用 所以到民國50年到99年總共提供了5000多月的減稅 5000多月的減稅 那另外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促進產業生育條例 從82年一直到了102年 好 當初提出這個條例的時候因為是短期的措施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條例原本是說這個條例只適用10年 比如從82年比例上要到92年就要落日 可是事實上 企業因為長期搶受租稅減免習慣了 一旦要落日的時候就開始集體跟政府施養 所以導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再的展延 展延從82年展延到102年 OK 好 這樣的整年的結果 它產生的租稅 光是這樣減稅的一個損失有多少呢 後面的總計是1到8186年 相當於中央政府一年 現階段一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總額 總預算的總額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初名義上為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我們花了這樣多的減稅的措施 可是事實上 我們的產業真的達到升級的結果了嗎 這是一個大災問 這是一個大災問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些減稅其實很大量都是集中在 在營利失業所得稅 比如說到今年最新的103年度 光是營利失業所得稅 的減稅總額還有1197億 但是從這裡面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裡寫的 投資與自動化資源回收房屋 發發這一些的 減稅有561億 然後新興中藥策略性產業 是用5年免徵業稅有367億 這兩項都是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裡面所使用的範圍 光這兩項合計就有930億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台灣的租稅減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一旦這樣的一個條例通過之後 它會開始不斷的擴充減稅的項目 延長減稅的年限 增加減稅的總額 好 那所以我們非常擔心 其實未來資金區如果 減稅的一個項目 又再次的發生的話 管爺說資金區 只有適用3年到5年減稅優惠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誰知道3年5年之後 立法院不會在企業的壓力下 又展演 我不曉得管爺如何保證 做到這一點 保證一個5年後3年後的事情 再來 好 那我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長期一直想像說 我們用減稅 企業就可以降低成本 那企業降低成本 它就可以花費更多的資源 投入在自己的產業升級 或者是更多的資源提供 給底下的勞工分享 但是我們發現這兩項目的 根本就沒有達到過 這邊直接舉一個例子 第一個 這邊是主機出的統計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全台灣 最新2013年8月份的統計 台灣廠商的缺工 缺工 然後企業開出來的教育程度 它需要的教育程度 其實可以看到 全部大量是集中在高冬池 39.1% 對於大學及以上的需求 只有19.9% 也就是不到兩成 換句話說 我們不斷地以為說 我們提供足稅減免 企業就會能夠進行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之後 對於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 就會提高 可是我們看到實際上的狀況是 全台灣的廠商對於所謂 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需求 竟然不到兩成 竟然不到兩成 甚至也不需要學歷的 不需要學歷的職權的需求量 都比大學級以上高等學歷的還要多 所以到底台灣的產業轉型 是轉到哪裡去 好 那下一個 我們剛剛在講說 好 產業轉型 好 產業有賺錢 員工應該會有機會 溝通分享 這個所謂經濟成長的果實 從這個資料 我們也是同一個資料 我們發現 就是說 對於缺工的員工 企業到底願意花多少錢 要願意花多少錢 來請這些老公回來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包括下面的 記憶有關人員 還有最下面一行的基層技術工 各位 總計 幾層的低速工 因為企業只願意花兩萬一千九百二十 九百一十二元 然後 對技術的 要只願意花兩萬三千多塊 各位 如果一個企業長期喊缺工 按理來講 找不到人 那你是不是就會增加薪資 去要誘因 產生這樣的誘因 讓我們的員工回流 可是問題是 台灣長期以來 卻是持續使用 一邊喊缺工 然後一邊又壓低薪資 為什麼 事實上 是因為我們大量引進 所謂的外籍勞動力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紅色這一條是 所謂外僚在台灣人數 現在已經突破五十萬 下面這一條綠色的 叫做產業外籍勞工 現在在台灣已經二十九萬 二十九萬裡面 在製造業的外籍勞工 就在二十七萬八 二十七萬八 各位如果分享 剛剛的資料 我們的減稅 大量的集中在製造業 可是相對來講 我們又提供製造業 大量廉價的外籍勞動力 所以會產生那個問題 我們所創造的經濟果實 到底跑到哪去 很明顯的 我們的台灣的勞工 並沒有分享到 而且這些外籍勞工 又是用最低基本工資 如一九 現在目前大概是一九零四七 即使加救藥免費也是 大概兩萬億左右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這經濟的果實 全部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 少數人的手裡 OK 好 那從這裡我們來講 就是說 我們的國發會一直在講說 我們現在目前在資金區裡面提供的這些減稅優惠 並沒有創造稅水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這一些是吸引外國的回來投資 然後這些措施在創造原本不存在的商業機會 擴大稅機 而非在現有的租稅基礎上解稅 可是我必須要講的 你該收而未收的稅 就叫稅水 各位試想 如果今天我們定一個 從現在開始以後 今天以後 所有台灣新開設的公司 都不需要科盈利事業所得稅 請問各位 這算不算稅水 當然算稅水 如果這樣算稅水 為什麼資金區裡面這些來台灣投資的企業 他的稅都大量的減免 然後我們的國發會說 這不叫稅水 無法理解這樣的一個邏輯 為什麼可以通 再來我們就要強調說 整個台灣的營所稅現在是17% 這個已經在全球已經少見的低了 可是問題是 這麼低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我們還要再靠減稅來吸引資金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很詭異 調詭的邏輯的識別 也就是說 如果減稅有用 那我們當初 營利事業所得稅 從25減到17就會有用 可是事實上 並沒有用 我們從剛剛看到FDI來看 並沒有達到效果 好 如果這麼大規模 從25%降到17 平均稅率折損 33%的減稅措置 都沒有用 那資金區這樣的減稅措置 為什麼會有用 為什麼會 因為它 它緊鎮率特定對象 為什麼會有用 所以這就是很吊詭的一個 所謂的減稅的一個邏輯 減稅的一個邏輯 好 那我們其實 國發會最近有弄了一個 所謂的評估報告 這個評估報告也非常有趣 它的評估報告的結果是 資金區如果照這個版本推動的話 台灣不但不會有稅損 而且有租稅正收益 正收益 正收益大概有多少 它的推估最高 可以一年增加1.45億台幣 最少0.29億台幣 也就是2900萬 各位 2900萬1.45億 需要花費這麼大 就這樣 去搞了 然後剛需要是講的 要去全地 要排除環境的一些評估影響衝擊 只是為了創造這樣的一個稅收 那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還不如再規定 從所謂公益產卷裡面抽1% 抽1%來補都比這個大 那何必呢 那何必呢 所以我們來講說 整個基本上 我們國發會對於 資金區的一個減稅的一個邏輯 有很多本身就是一個極度的一個矛盾 那我來強調說 政府一直在強調 沒有競爭力 就沒有經濟 這個是國發會的 資金區的藍人包他講的 他就引用最近的 世界經濟自由度的報告 說台灣的排名上升了 上升超時期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感受不到 為什麼現在經濟成長趨緩 消費疲弱 實質薪資還下降 他給了一個答案說 因為我們有幾個項目的排名特別低 其中最右邊一項叫做勞動自由 勞動自由他說 比全世界平均跟中國還要低 因為我們排名全球125 所以他的假設是 這個部分要先處理 我們經濟就會好 可是各位 勞動自由度在這個指標裡面 他在做的是什麼 勞動自由度 在很多所謂的經濟力報告裡面 都是在透過制度促使更大量的勞動彈性化 比如說在剛剛他提的所謂的自由度的報告裡面 這個指標是什麼 第一個 最低工資 你是不是有最低工資 有的話 抱歉你的指標是低的 再來 你的工資是不是有嚴格的限制 如果有 你的分數是低的 檢固勞動的成本如果很高 你的分數是低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說 勞動自由度站在一個勞工的角度來講 他本來就是一個保障勞動自由 保障勞動權益 該有的 可是因為我們 許多的所謂的 國際競爭力的報告 都是站在企業的角度的思維 所以導致 為了讓企業更大的活力 提供對於勞工的一個 所謂的壓榨 壓榨的一個力道的增加 那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財政自由度 問題是財政自由度裡面看到的是 所得稅越高 稅率越高 財政自由度越低 然後企業所得稅越高 它的分數就越低 然後整個租稅收入在GDP的百分比 各位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政府的思維 它似乎是顛倒 我們為什麼 人民為什麼會認為台灣需要拼金 是因為我們人民的生活需求 跟我們的所得越來越相較 我們以為拼金濟我們的所得會提高 可是在政府的一個政策上的思維 變成拼金濟反而會造成 我們的勞動大量的彈性化 然後我們的租水會大量的下降 大量的下降 所以等於是 我們把勞動彈性化跟國學 當成是拼金濟的解法 好再來我們把整個台灣財政的惡化 當然是全民的錯 欸 台灣的財政自由度差 是大家的錯 不是我政府的錯 這不是顛倒嗎 那不是顛倒嗎 那另外 經濟自由度事實上有很多指標是政府不敢說的 各位 有一個指標叫免於貪腐 台灣的排名 還比2013年還要倒退1.3分 免於貪腐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貪腐程度高不高 如果對照最近的夜市 是我的狀況 我必須要去強調的是 台灣的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是因為我們的勞動自由度太低 還是整個台灣有太多的經濟的無效率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剛剛講全球排名17 我們比日本跟韓國還要高 但是我們的商業自由跟貿易自由已經高達93.9跟85.8 都已經是非常非常高了 台灣還不自由嗎 我們的貿易環境還不夠自由 還要再大量的推動 所謂的壓榨勞工的方式 推動所謂的自由貿易跟自由經濟 這就是我們要的模式嗎 這也是另外一個調查 有趣的調查 經濟學院在今年3月的調查 叫做群帶資本主義 其實也就是現在我們在講的權貴資本主義 台灣的排名 從第11名上升到第8名 各位 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台灣最大陸 台灣其實有很大的位置 整個台灣的經濟本來 你要讓經濟活絡 你就必須要透明 你就必須要公平 但是因為台灣的權貴 台灣的一個所謂政商壟斷的關係 使得很多的一個經濟活動是受到限制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政府不先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卻回過頭來去講說 台灣的經濟還不夠自由 台灣的貿易不夠自由 台灣要必須要更自由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邏輯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最終大概 我提了這幾項 經濟區的一個所謂租稅措施 長期來減 用減稅要吸引資金 可是事實上 減稅我們的發現 我們的外國人的投資的金融 並沒有提高 另外 資金區的減稅 還會引發所謂區內區外的賦稅不公 如果今天區內減稅 對於區外的不公 那試問區外的企業 會不會群起集合要求 要一樣的付稅制度 如果到時候出現這種狀況 那區內的減稅就會蔓延到區外 所謂的區域的減稅 就會變成全島性的減稅 到時候對台灣的稅損會更大 可是我們的中經院的報告裡面 去沒有去估算這樣的可能性存在 並沒有估算這樣的可能性存在 那來我們台灣現在目前 其實所謂的拼金區 我們認為都是在拼所謂的血和經濟 因為我們大量的依靠外企勞動力 然後提供連將的水電跟土地 然後環境的污染成本 然後又丟給全民來馬丹 在資金區面 剛剛需要是這樣的 還有所謂排除所謂的環評 其實都在資金區裡面可以看到 都全部的複製 那台灣長期的產業其實是 重資本輕勞動 重出口輕內需 導致整個企業對於股價 自己股票的股價的關心程度 遠高於自己本業的經營 所以導致台灣產業發展大幅度的衰退 那最關鍵的一點是 台灣現階段並不是資金不足 而是資金過剩 如果台灣本身資金過剩 我們還要去吸引外資金 那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思維 台灣的資金為什麼是獲勝 103年的超額儲蓄 我們有大概1.7兆 所謂超額儲蓄呢 就是我們的儲蓄減掉我們的投資 那這裡可以看到出 我們台灣的超額儲蓄率 比韓國的2.02還要高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真正的問題是 整個台灣的資金大量的熱錢 在明天到處流傳 我們政府沒有辦法把這些民間資金 轉移到產業通知 導致這些資金大量的跑到房地上去炒流 炒房 炒土地 炒股票 然後這些你無法去導引這些資金 回到應該有的正常發明管道 反而要去透過再開設大量的資金區 加工出口區 去吸引外國資金來通知台灣的產業 這岂不是本末導致的做法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資金區的模式 真的要這樣子去執行 對台灣而言其實並非全民支付 各位試想一下 如果這些資金區的業者 可以大量付獲得免稅的話 那第一個 他們在區域裡面要使用水 要使用電 要使用基礎交換建設 這些東西都是全民的納稅錢幫忙買單的 也就是說是全民去補貼這些企業 但是這些企業賺到錢 是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所以我們認為 整個資金區裡面的租稅測試 這些必須要全部的區域充滿了重新檢討 必要的話 我們認為是必須要全部予以三出 謝謝 謝謝 我們請謝志誠教授歡迎到現場 歡迎他來報告 謝謝 有25 鄭教授 謝謝大家 午安 大家好 這個資金區特別條例相關的這些報告 這幾個月來不斷的修正 因為官方的反應也是與時俱進 各界對於資金區的批評 如來如黨平 這個講話都越來越重 所以我也不得不跟著這個潮流 對於資金區的看法 提出跟過去不同的解讀 所以我今天的標題叫做 無遠佛界的資金區 那有關資金區的一些事項 我想今天是第三次 所以應該很多人都已經報告過 所以前段的部分我就很快的帶過去 那首先介紹的是什麼叫做自由經濟四萬區 那根據資金區特別條例提到 就是行政院可以依照 資金區特別條例所核定的經濟四萬區 它作為自由化跟國際化 以及所謂的前瞻性核心理念下的 一個先行先事區域 那後來有人去翻閱 教育部的這個國語詞點 說這個資金區是上吊自殺 是自益 所以有人把資金區 又把它解讀成為這個資金區 這個爺們在定資金區特別條例的時候 大概沒有回去翻字點 結果找出一個這麼奇怪的名字 好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資金區的一個設置目的 這跟過去有關經濟發展所設置的各種園區一樣 都是為了讓台灣更好 為了讓台灣更好 那我們回顧過去從1950到今年 有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這個法律規範 從最早期的獎勵投資條例 加工出口需設置管理條例 到目前的資金區特別條例 我們檢視這個條例的一個設置目的呢 說來說去 講一句白的話 都是為了台灣好 就是為了愛台灣 那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愛就會跟著一種園區 那這四五十年來 因為各種各樣的條例 設置的園區或是工業區的話呢 一共有八萬兩千三百三十五公頃 那換算大概相當於三千一百七十個大安森林工業那麼大 那也大概等於三個台北市的面積這麼大 所以我們不曉得透過資金區特別條例 還要設置多少資金區呢 才能滿足台灣的需要 那過去所設置的這些園區呢 目前的這個使用情緒 也就是相對而言就是閒置比例呢 這個資料已經要了兩三個月了 都要不到 所以進一步想要了解 這些園區的這個閒置比例呢 就留給大家繼續努力爭取看有沒有 辦法去這個行政部來提供 那我給大家的這個資料是 立法院一百零三年度 預算中心所做的屏幕報告 那這個屏幕報告大概都是一些定性的說明 沒有針對閒置比例呢 有進一步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資金區到底還要多少 那我們看到這個資金區代表例裡面 有關資金區的一個定義呢 大概有兩種 一種叫做實體的區域 那這個實體區域裡面呢可以讓第一類的示範事業跟一般事業呢 在裡頭從事產業活動 另外一類類叫做虛領區域 就是針對一些無虛限制在實體區域裡面的一個示範試驗 而定出來的所謂的虛領區域 那到底是虛領區域在哪裡呢 不曉得 可能就在我們家樓上有可能 是一個所謂的虛領的這個 這個自信區 好 那有關自信區域的一個設置呢 大概就是採取所謂的雙軌示範 就是有所謂的實體區域跟指定視點的虛領區域 那在實體區域裡面呢 它的營運模式有兩種 一種叫做電廠合一 一種叫做前電後廠 那其實 電廠合一或者是前電後廠的概念呢 不是資金區才有 過去 在設置自由關於港區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所謂的電廠合一跟前電後廠的概念 這我等一下跟大家做說明 那至於這個示範區裡面的事業呢 我剛剛大概有跟大家談過了 在實體區域裡面呢 有所謂的第一類示範區域跟一般事業 那在西領區域裡面呢 有所謂的第二類示範區域 那當然 在它的法律規範裡面呢 這個第二類的示範事業呢 有沒有一定要極限在這個實體區域裡面 也不是很清楚啊 那我比較遺憾的看到 不管是實體區域或者是虛擬區域裡面的 示範事業的這個範圍 它的資格條件審查標準等等呢 通通是空白授權 由行政機關來訂定 那我們看相關的報告呢 也可以看到 這個政府在這個實體點上面 推出所謂的 資金區這個條例 按照它的這個說明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終極目標就是讓台灣成為資金區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有人說 這個資金區是租借 那我認為它不是租借 因為租借有範圍 那資金區呢 是沒有範圍的租借 所以為什麼我的這個標題訂出 所謂的資金區呢 是無眼佛借 意識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界限 那資金區怎麼設置呢 按照特別條例的規範呢 大概分成兩大列 第一列是利用既有的園區 那第二列呢 就是讓這個政府機關 包括地方政府來申請設置 也就是所謂的開發新設置 製進區 那第一類呢 這個設計呢 基本上是利用既有的園區 包括六港一空 還有屏東農業科技園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園區 產業園區等等 那這裡頭又加上第六項 那我們認為是第六項呢 其實是讓人家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好 那很多NGO提到說 什麼排除環品 其實它不是排除環品 該審查的還是有審查 只是呢 審查的特別快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一類的這個深色法 有關既有園區 在深色過程裡面 涉及到都市計畫 主力使用環境影響 屏幕變更要怎麼處理 我們就根據17條的規範 一項一項來說明 第17條第一項呢 大概就提到 有關都市計畫的這個變更 它就是 有個深色機關 可以直接洽情 這個都市主管機關 依都市計畫法 第27條的規定呢 辦理進為變更 所以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沒有依法辦理 它只是把這個手呢 升到都市主管機關 因為按照都市計畫法 第27條的規定 續行變更 或者是要求限期辦理 變更 或者是進為變更的 全責都是在這個都市主管機關 那坦白講 這個老闆都已經開口要變更了 這個都市主管機關不得不服從 所以我剛剛提到 它並沒有排除法定的規範 就是把那隻手呢 伸進去 要求一定要把這個優帶的部分呢 直接適用 那有關 主力使用變更也是一樣 就採取所謂的 條件式的一個背叉 這是有關17條第二項 那17條第三項呢 有關 既有園區的這個變更 涉及到環境影響頻呼變更的話呢 它也是採取所謂的條件式的一個背叉 而且它開放的角度呢 都比過去來得大 連引進產業列別的變更呢 都可以放到放進來 變成所謂的條件式的背叉 好 那有關新設的部分呢 大概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系統 或者是直家市縣市政府 另外第二類就是經濟部可以 直接來 擁具新設示範區的可行性規劃報告 跟影韻計畫出來的 直接請行政面核定 那因為它是透過行政面核定 所以一核定之後呢 這個有關資金區的一個深色呢 就成為重大建設 所以相關條裡面 有關這個重大建設可以適用的部分呢 都可以適用到資金區的一個深色上面 那首先要談的是農地的徵收 那因為它是重大建設 所以農地的徵收是沒辦法避免的 雖然後面有一點調整 這個我在跟大家做總部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有關這個 涉及到都市計畫 或者是非都市土地的一個變更的話呢 都採取所謂的一級一審 跟平行聯合審查的方式來辦理 那我也必須要強調的 這些在既有的法律的運動裡 只是它直接適用 直接把示範區的一個開發計畫 適用在平行審查跟聯合作業上面 這等一下也會給大家做補充的說明 那大家有關這個自行區的開發談了很多 那我最近發現 可能要把他跟既有的法規 拉回來做一下檢視 那我解駁 我把跟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相似的 另外一個條例 叫做自由貿易港區設計條例 拿出來做比對 我們就可以從裡面發現了 過去在自由貿易港區設計條例裡面 有的好康的好庫都保留 我解釋扣大 至於嚴禁的部分呢 在自行區特別條例裡面呢 就把它回避掉 把兩個條文做一下對照 所以我必須要先質疑的就是 2003年這個制定的自由貿易港區設計管理條例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要政府在現階段 即著提出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條例 是自貿港區已經不服使用了 還是自貿港區有它自愛南行的地方 那如果自愛南行為什麼不回頭去修改 這個自由貿易港區設計管理條例 或者是真的是所謂的雨時俱進 為了銀河潮流 而非立即推出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例不可 好 那我也進一步來做比講 第一個就是有關自貿港區跟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一個範圍界定 不過我們比照兩個條例可以發現 在自貿港區特別條例裡面 對於自貿港區的一個範圍的一個定義 是比較嚴謹的 那相較之下呢 這個自行區是模糊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片面的去質疑它模糊的地方 因為它自貿港區的這個引進產業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什麼醫療產業 我們先擺開贊成或反對不管 像醫療產業它不見得一定要 要選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它可以利用自由的這個醫院來辦理 我先聲明這個跟贊成不贊成 在自貿港區裡面開放醫療產業不管 所以對於這個模糊的這個質疑 我們也有一點這個道理 好 那另外有關這個事業的類別 我們從兩個條例裡面可以看到 在自貿港區的這個區內事業 跟區內事業以外的事業的定義 是明確的 在條例裡面就交代清楚 但是在自行區特別條例裡面 有關一類示範事業 其中一類及一般事業 或者是第二類示範事業 大概都授權 由主管機關來訂定 所以我們在這個事業類裡面 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過去是明確的 現在大概就是空白授權 各位看到的就是 目前有關自貿港區的一個 受制的密集 跟它引進了這個事業的 這個類別跟這個加速 到底這個績效如何 坦白講目前還要不要急 我們也很希望能夠進一步 要到目前自貿港區的一個 營運績效 好 那今天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生涉的程序 那我把這個自行區 成為大房特區 一點都不為過 因為過去在設置自貿港區的時候 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都市計畫的擬電化變更 跟環境理想循酷 並沒有在這個條例裡面 有特別規範 換言之外 自貿港區的一個生涉過程 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 都市計畫的擬電化變更 全部都回歸到 既有的法令規定來辦理 但是在霸王客區裡面 大概就是平均形式 強調的是一級一審 提心審查連個作業等等 那我這個時候也不免要回顧 過去這種採取一級一審 提心審查部門的作業 大概就是災貨重建計畫才會控告 所以我當時就質疑 國發費 你們是不是把自行區的設置 當作是災貨重建 加上你這個自行區特別條例 一個十年條法 所以不是特別條例是暫情條例 領邪的 那麼這領邪的方法 好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一下 裡面的優惠措施呢 我剛剛提到 考得大概都延續了 我想這個我就不知不一來 這個附送 那第二頁也是有關優惠的部分 那再來要談的是 除了原有的優惠以外呢 然後過到 比如說大家很CLEAR的 這個外銷100% 內銷50%裡面的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過去對於大陸地區的營利事業 的一個適用 是有很高的能力 但是在自行區特別條例裡面 第二項大概就是簡單一句話 大陸地區的營利事業使用前項的部分 另外是關於這個人民的 大陸地區人民的這個引進跟拘留 大概都有相當一度的這個方法 那最遺苦呢 也是大家最質疑的 就是對於中國這個 淨厚的一個管制的全面的設計 因為自行區特別條例裡面 台獨大陸地區及 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 第35條第三項規定 台獨之後呢 目前沒有選取輸入的 2186項管制物品 統統可以進來 另外還有很多動保環境 非常主義的就是 台獨動保保的一些規範 連育類野生動物的國土的輸入跟輸入 都全面開放 不再像過去受勸營 一定要使用在教育跟學術研究用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開放 大概都是針對中國的開放 既然這麼好看 我們大概就是在當時提出 不免要掀起新一波的全景運動 甚至呢 我們還懷疑 因為那麼好看的 都集中在自行區 會不會以後 所有的園區都加掛一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招牌 這個廠區的廠商一定樂於捐款掛這個草盤 所以我們當時做一個主張 這是2014年4月初的一個主張 我們大概主張 有關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法規定 限制在已經完成主地變更跟環境掌援 共在新擴張 有關既有園區的都氣主地使用跟房屏變更 都參照或者是回歸到既有的法律規範 另外呢 我們大概就是把條例裡面 有關新設示範區的條文 全部把它刪除 不要讓處處是園區 處處是前市的歷史 總也 我們講完這些話之後呢 就是 這個宮廷會之後呢 我們講說很高興 就是我們看到呢 這個原本呢 有了反應 有了反應 反應什麼呢 就是有關土地跟環民的部分呢 他真的把 就按照那個徐教授的嫌疑 真的把裡面的這個徵收跟區段徵收的字眼 全部拿掉 然後把有關平行跟聯合審查的字眼呢 把它掛掉 這是這個國民黨 從過去執政到再回來執政 那麼熱情的回應NGO的建議 下一段 那我們看到 也不能完全不給他掌聲 只是我們在給他掌聲之內 還要繼續的觀察 繼續的檢視 是不是關了前門 然後後門還是照看 我們看這個有關 這個私有土地的取得 第四個頭 他真的把這個徵收跟區段徵收拿掉 也就是說 私有土地的部分呢 你只能用協議架構租用 設定地上權跟輔助 開發的方式取得 好像門檻拉高 這個好像是應該給他掌聲 應該是給這個NGO的一個小確信 那有關農地徵收的部分呢 其實是沒有排除的 只是私有農地的部分呢 一共要徵收 我們一定要利用所謂的 協議架構租用跟設定地上權 或者是輔助開發的方式取得 那如果是非私有農地的話呢 都不在這個排除上 非私有農地呢 還是可以用勾佑或者是 進行浪售的方式呢 讓捕管理機關 那有關 有關這個都區跟黃平的部分呢 他真的把他排除掉了 但是現有的法令規範已經是有的 所以未來我們還要繼續觀察的是 是否會將示範區的開發計畫呢 直接認定為重大投機開發案件 直接適用這個批刑審查跟延遙作業 所以好像是一個小缺席 但曾醫師有不同的看法 他在這個風媒體上面有一段話 我們也通過電話 他也提醒就是有關這個都議計法第十二條規定法 就是政府只要多走一小段路 利用周邊特定區計畫 就可以順遂他們的目的 也就是台灣人講的 逃鬼 新的鬼 那我也剛剛提到 關了前門 卻關不了後門跟旁門 那時間的關係 我也必須要做個結論 根據這段時間的觀察跟了解 我個人認為這個自清區 就是一個超越地益範圍的 新一代的加工出國區 跟自由貿易港區 那這個自清區是沒有借的租借 比自由貿易港區還低伏的地方 完全看不到各目的事業的管理器 全部都由管理器官說了算 連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個台族洞保護規定法 有關也聲動很清楚 都有管理器官來負責審查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 剛剛大家也提到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國際化跟自由化為美 也是這個體質不變的經濟政策 那加上他對中國管制的一個全面開放 就是利用這個自清區特別條例 稅行他對中國全面開放的第三項群 所以有了自清區特別條例之後 我們懷疑他不要跟你鼓鼓話 因為太多的空白授權 要加什麼都可以 而且是取得授權 所以有些人在談說 資清區特別條例是福貿或是貨貿的 後門條款 不是後門條款 是前門條款 是把行政命運 貴間直接排到法律規則 讓你以後想罵都沒得罵 好 那最後的建議就是 一定要要求解開這些空白授權條款的利效 如果不解開的話 這個條例這樣通過的話 真的是大災難 那跟過去談的不貌一樣 不要緊收好 後面的也要講清楚 特別是既有產業連區 特別是自貿港區跟自清區 以及區內跟區外的產業間的建議關係 一定要查清楚 那最後 如果一定要設的話 它的區位跟規模安排 以及區域平衡跟產業發展 能量間的關係 一定要進入 到處設資金區 就會重大 韓國人規制 你談示範 大家通通站起來 就分不高低 分不出高低 才談什麼示範 那 我剛剛在這個 另外一個基金會 大概就請到 先搞好 如果還沒有辦法確定 自貿港區目前的績效如何 如果自貿港區的績效不好的話 我真的建議政府 先把自貿港區 然後再談自清區 我覺得這個十年下來 我一定不施人住的 虛內虛外 創內創外 不同的樣貌 那我的報告就到了 謝謝老師 謝謝 各位 謝謝各位 在座的朋友 大家也來 我想 鄭老師壓軸也很好 大家講我可以再講 好 非常感動 這麼多人來關心 整個國家的政策 那 我剛剛 沿著 進出的 剛剛的談話 我先講一些 在我投影片之前 其實 台灣現在整個的情況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混沌 所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 把它混在一起 真的讓我們演花瀏覽 那不要和我們談這個 經濟的問題 其實在陸很多去經濟的朋友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Utility 怎麼樣 讓大家過得更好 消耗更高 但是我們談所有的經濟問題 最重要的核心 OK 那是 剛剛建宿談到這個 權貴資本主義 我們就最近這個禮拜 看了幾個新聞 我們這個 政府常常講說 基金生活要全民共享 那我們在批評大家 生活不好的時候 譬如說 企業要先賺到錢 那 勞工的生活才可以改善 人民的生活才可以改善 但是我們看看 做這幾天的新聞 看到 這個高熙君教授說 民進的22分 不用怪政府 OK 但是我們所有的廠商都在靠政府 OK 那 年輕人不要怪政府 那廠商要不要靠政府 是不是也不要靠政府 OK 好 那我們看到 昨天 徐旭東 徐大 我講 請政府趕快開放外包 OK 我們的商榮的理事長在這裡說 我們的工時 現在全台灣 台灣的工時 全世界第三高的 他說 要剪工時嗎 我們的勞工其實很喜歡工作 好 不要剪工時 OK 想辦法加薪水 又加貴了 好 我們的工總說 要加強共會力量 其其以為不可能 我們的勞勢關係非常和諧 這是台灣的定基 OK 所以我一方面覺得 這個經濟的成果要全能共享 但是 剛剛我看到我講到這些權貴 好 在這個禮拜裡面的發言 大家都看到 什麼叫做權貴資本主義 它怎麼樣這樣影響政策 那我們的政府的經濟思維是在怎麼想的 其實 在某些場面 所有的註點都露出來 我們都看得非常清楚 好 那簡單來講 我要談的事情是 大家談的是很多 我們過去 從馬總統開始講 台灣要從 過去效率驅動的經濟 變成創新驅動的經濟 我們的政府一天到來 不斷的在談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產業結構沒辦法轉型 沒辦法升級 所以我們的心血高不上去 OK 好 政府有沒有看到問題 其實都看到問題 OK 好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今天要談資金區 資金區 現在看起來 居然是一個台灣 現階段最重要 最主要的一個經濟政策 那這個經濟政策 要解決我們剛剛上述的這些問題 有沒有幫助呢 我現在正在看這件事情 OK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現在正值大家談的福茂 大家一以貫之的想法就是開放 對不對 我們透過開放 台灣的體質就會變好 我們的暴力就會增加等等 好 那我其實不得不說 我們在前兩年 政府推動的 在一二年推動的 經濟動的推升方案 雖然我們也覺得一無是處 但是至少 我覺得方向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知道 台灣的經濟動盧缺了 你從什麼地方去補足這個動盧 我們從這個思維來看 雖然我們把它批評的內容 批評的一無是處 但是 我們覺得它的思考方向還是對的 但是 我們現在要解決經濟問題 經濟動盧推升方案復潮到哪裡去了 好 但是我們現在來靠資金區 來解決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要看了 如果我們剛剛 幾位先進已經談得非常清楚了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看起來 有很多的目標在裡頭 但是 如果從實際的做法來看 我自己看來就是 減稅吸引貨值 OK 好 那 他就告訴你 剛剛也提到了說 沒有競爭 沒有競爭力 就沒有經濟 好像我們 由這個資金去之後 台灣的競爭力就會提高 那怎麼樣 提高這個競爭力 我其實很努力的在找 這個我們透過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怎麼樣去提升這個台灣的整體的競爭力 好 那我們可以簡單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推這個資金區的時候 其實 他的這個 政府的說法和內容上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 其實看起來 蠻搭不起來的地方 好 照一下 資料太多了 那我們看 大概 我是因為用擴的政府來講 那現在政府 大概整個的思維大概就這樣子 通常 經濟自由度越高 經濟的表現都越好 OK 這是一個邏輯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再看 他資金區 主要的做法是 突破法規的框架 那創新管理的機制 OK 我先把背景先跟大家說一下 第三個重要的就是 創造加入TPP和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的條件 OK 所以目的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經濟 像TPP這樣的區域合作 好 那 講到大家 很多批評之後 很多恐嚇的點詞也出來了 他說如果 沒有資金區 我們 某大面板場 可能會倒閉 OK 聽起來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資金區 一旦落實了 GDP的成長 才能達標 好 其實網路程度 他有時候出了一些線 什麼線 GDP的成長 其實我看起來 才是真正重要的分別 OK 好 那重點是GDP的成長 怎麼來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這具體的做法上面 其實政府要做的就是 鬆綁 OK 好 為什麼鬆綁呢 它的邏輯是這樣 鬆綁等於接軌國際 OK 那你要鬆綁等於接軌國際 這個邏輯是非常非常 這個掉軌的事情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 很多國際的要求 它是要管制而不是鬆綁 譬如說 剛剛幾位都提到 剛剛切教徒提到的 野生動物保育 對於野生動物保育 這件事情 或者是對於環境 評估這個事情 全世界的要求 是越來越嚴格的 如果你要接軌國際 搞不好是要更多的管制 而不是鬆綁 OK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那就管制而不是鬆綁 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種大樓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 叫做法律與公共政策 也就是一個中心 如果什麼東西都鬆綁 這個中心應該會一樣 不用考慮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談管制 為什麼管制是你們學人 因為鬆綁有鬆綁的好處 管制有管制的好處 有很多的情況 食品衛生需不需要管制 環境需不需要管制 健康的問題需不需要管制 分辨的問題 需不需要立法做一些討論 所以管制的目的是 為了經濟表現變得更好 有些東西管制是必要的 而不是全面的鬆綁 才是接隔國際 好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現在 政府宣稱的 我們把揮在鬆綁 結果到鬆綁的哪些部分 剛剛大家都提到 我們真正鬆綁的部分 看到的就是都市計畫 環體的程序 建築的管理 鬆綁的地方議會的監督 還有這個 鬆綁的野生動物的保育 OK 這些東西我完全看不出來 跟接隔PVP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要收綁的居然是這些內容 所以在我看起來 這是一個跟你宣示的目的 其實某種程序 是蠻背道而馳的做法 好 那剛先進提了這麼多 那我就我自己的部分 大概也提出一些看法 也許我們往下 好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說 下一頁 那我們就說 在這個地方 我對資金區有幾個評論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也提到 資金區事實上 哪裡真正去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境 那資金區它其實最重要的理念 我剛剛講過 在於通過自由化和國際化 來達到接隔國際 並且加入PVP 作為最主要的目標 這都不是我講的 這是國發會講的 好 這樣的思維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其實是建立在 以外貌作為經濟成長 主要的驅動力 這樣的一個思維邏輯上面 好 參與經濟整合 對台灣的外貌 當然會 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 我們台灣近年來出口 動能的甩腿 主要是一位 產業結構的特殊性 和產業身體轉型的特殊性 產業結構的特殊性 就是我們在生產業裡面 都是切得非常非常片段 都是靠著接單 在客戶品牌大廠 來指定我們要生產什麼東西的 這是我們遇到的困境 OK 好 那 資金區對這個地方 有沒有作异 沒有作异 如果我們真的去檢討我們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大概先再看資金區 各位先進 各位在座的朋友 大家不來 我想 鄭老師壓軸也很好 大家講 我可以再講 好 非常感動這麼多人 來關心整個國家的政策 那 我剛剛這個 沿著這個 進出的剛剛的談話 我們先講一些 在我投影片之前 其實台灣現在整個的情況 其實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混沌 所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 把它混在一起 真的讓我們演化瀏覽 不要我們談這個經濟的問題 其實在這很多區經濟的朋友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Utility 怎麼樣 讓大家過得更好 消耗更高 但是我們談論所有經濟問題 最重要的回心 OK 那是 剛剛這個 建築談到這個 權貴資本主義 我們就最近這個禮拜 看了幾個新聞 我們這個 政府常常講說 基金成果要全民共享 那我們在批評大家生活不好的時候 例如說 企業要先賺到錢 那 老公的生活才可以改善 人民的生活才可以改善 但是我們看看 做這幾天的新聞 我們看到 這個高熙君教授說 年輕人22黑 不要怪政府 OK 好 但是我們所有的廠商都在靠政府 OK 那 年輕人不要怪政府 那廠商要不要靠政府 是不是也不要靠政府 OK 好 那我們看到 昨天 徐旭東 就是徐大 我講 請政府趕快開放外網 OK 我們的商總的理事長在證明說 我們的公司 現在全台灣的公司 全世界第三高的 他說 要剪公司嗎 我們的老公其實很喜歡工作 不要剪公司 OK 想辦法加薪水 又加薪 好 我們的公司說 要加強共會力量 其其以為不可能 我們的勞資關係非常和諧 這是台灣的定基 OK 所以我一方面覺得 這個經濟的成果要全力共享 但是 剛剛我看到 我講到這些權貴 好 在這個禮拜裡面的發言 大家都看到 什麼叫做權貴資本主義 它怎麼樣要影響政策 那我們的政府的經濟思維 是在怎麼想的 其實在某些場合 所有的決點都露出來 我們都看得非常清楚 好 簡單來講 我要談的事情 是大家談得這麼多 我們過去 從馬總統開始講 台灣要從 過去效率驅動的經濟 變成創新驅動的經濟 我們的政府 一天到晚不斷的在談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產業結構沒辦法轉型 沒辦法升級 所以我們的心血高不上去 OK 好 政府有沒有看到問題 其實都看到問題 OK 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今天要談資金區 資金區 現在看起來 居然是一個台灣 現階段最重要 最主要的一個經濟政策 那這個經濟政策 要解決我們剛剛上訴的這些問題 有沒有幫助呢 我們現在正在看這件事情 OK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今天就是大家談的福茂 大概一以貫之的想法就是開放 對不對 我們透過開放 台灣的體質就會變好 我們的貿易就會增加 等等 好 那我其實不得不說 我們在前兩年 政府推動的 在一二年推動的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雖然我們也覺得一無是處 但是至少 我覺得方向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知道台灣的經濟動能缺 你從什麼地方去補足這個動能 我們從這個思維來看 雖然我們把他批評的內容 批評的一無是處 但是 我們覺得他的思考方向還是對的 但是 我們現在要解決經濟問題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復潮到哪裡去了 好 但是我們現在來靠資金區 來解決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要看了 如果剛剛結合先進已經談得非常清楚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看起來 有很多的目標在裡頭 但是 如果你從實際的做法來看 我自己看來就是 減稅吸引投資 OK 好 那他就告訴你 剛剛也提到說 沒有競爭 沒有競爭力 就沒有經濟 好像我們有這個資金區之後 台灣的競爭力就會提高 那怎麼樣提高這個競爭力 我其實很努力的在找 這個我們透過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怎麼樣去提升這個台灣的整體的競爭力 好 那我們可以簡單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推這個資金區的時候 其實 這個政府的說法和內容上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 其實看起來蠻搭不起來的地方 好 照一下 不好意思資料太多了 那我們看大概 我先會用擴的證明來講 那現在政府大概整個的思維大概就這樣子 通常經濟自由度越高 經濟的表象越好 OK 這是一個邏輯 對不對 我們要再看 它資金區主要的做法是突破法規的框架 那創新管理的機制 OK 我先把貝姐先跟大家說一下 第三個重要的就是 創造加入TPP和Asset等區域經濟整合的條件 OK 所以目的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進行像TPP這樣的區域合作 好 那講到大家很多批評之後 很多恐惑的延遲也出來了 他說如果沒有資金區 我們某大面板場可能會倒閉 OK 聽起來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資金區一旦落實了GDP的成長才能達標 好 其實問我什麼時候 它有時候出了一些線 什麼線 GDP的成長 其實我看起來才是真正正能量的分別 OK 好 那重點是GDP的成長怎麼來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這具體的做法上面 其實政府要做的就是 鬆綁 OK 好 為什麼鬆綁呢 它的邏輯是這樣 鬆綁等於接軌國際 OK 那你要鬆綁等於接軌國際 這個邏輯是非常非常 這個掉軌的事情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很多國際的要求 它是要管制而不是鬆綁 譬如說剛剛幾位都提到 幫謝教徒提到 野生動物保育 對於野生動物保育這件事情 或者是對於環境評估這個事情 全世界的要求是越來越嚴格的 如果你要接軌國際 搞不好是要更多的管制而不是鬆綁 OK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那就管制或鬆綁 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棟大樓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 叫做法律與公共政策 也就是這個中心 如果什麼東西都鬆綁 這個中心應該會一樣 不用考慮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談管制 為什麼管制是一個學人 因為鬆綁有鬆綁的好處 管制也有管制的好處 有很多的情況 食品衛生需不需要管制 環境需不需要管制 健康的問題需不需要管制 分辨的問題 需不需要立法做一些討論 所以管制的目的是 為了經濟表現變得更好 有些東西管制是必要的 而不是全面的鬆綁 才是最為國際 OK 好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現在 政府宣稱的法律要鬆綁 結果鬆綁的哪些部分 剛剛大家都提到 我們真正鬆綁的部分 看到的就是都市計畫 環評的程序 建築的管理 鬆綁的地方議會的監督 還有鬆綁的野生動物的保育 這些東西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跟這個PVP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要鬆綁的居然是這些內容 所以在我看起來 這是一個跟你宣誓的目的 其實我總是都是難背道而馳的做法 好 那剛剛先進提了這麼多 那我就我的自己的部分 大概也提出一些看法 也許我們往下 好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說 下一頁 那我們就說 在這個地方 我對於資金區有幾個評論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也提到 事實上 哪裏真正去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境 那資金區 它其實最重要的理念 我剛剛講過 在於通過自由化和國際化 來達到接隔國際 並且加入PVP 作為最主要的目標 這都不是我講的 這是國發會講的 好 這樣的思維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其實是建立在 以外貌作為經濟成長主要的驅動力 好 這樣的一個思維邏輯上面 好 它參與經濟整合對台灣的外貌 當然會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 我們台灣近年來出口洞 那麼甩腿 主要是因為產業結構的特殊性 和產業升級轉型的困難 產業結構的特殊性 就是我們在生產業裡面 都是切得非常非常片段 都是靠著接單 客戶品牌大廠 來指定我們要生產什麼東西的 這是我們遇到的困境 OK 好 那資金區對這個地方 有沒有作异 沒有作异 如果我們真正去檢討我們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大概先再看資金區的內容 大概都是以服務業的前瞻性經濟活動 就讓我們帶來產業活動 對不對 那作為為主 至於製造業呢 我們很關心的製造業 可能的效果 還是在於租稅優惠帶來的 擴大投資 關入創新 也許這些便捷性的行政措施 就是可以帶來一些成本節省 OK 好 那對於我們的整個產業結構 它其實沒有很大的幫助 那事實上 我們從資金區的實際內容來看 還是藉著投資數字 來帶動GDP的數字成長 C加I加G加I之前內容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投資動口不足了 消費 他說台灣的這個市場很小 沒有內需 出口 好 搭配投資 看看能不能再驅動這個GDP 這種思維方式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我們過去很多的 這個政府的這個措施 大概都是建立在這種 短期的思維上面 我們投資數字怎麼起來 那我們的這個出口數字怎麼起來 對於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真正控除了不多 其實我非常希望看到有台灣 能夠解決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等一下鄭老師的內容 會告訴大家很多 這個前瞻的想法 好 第二點我要談的是 下一頁 資金區不是接軌 或者加入TPP最適當的做法 那我們都很清楚 雖然我們目標是加入TPP 但是TPP作為一個全球最高水準的 這個區域者 和自由貿易協定 它最重視的 其實說穿了幾個句話 叫做公平競爭 OK 所以我們對於其他 這個公平競爭 公平競爭 我剛剛講很清楚 跟所謂的鬆綁開放是兩回事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來講 你們要公平競爭 你的勞動條件 必須要在一定水準以上 要符合 國際勞動組織的規範 OK 好 那你如果要符合TPP的規範 你應該要鬆綁 還是要加強管制 還是要加強立法 去符合那個規範 所以這個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勞動條件不到 那對美國來講 他覺得那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同樣的環境問題也是一樣 很競爭政策也是一樣 智慧散散權的保護也是一樣 所以這麼多的這些問題 其實在國發會的簡報裡面 他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的內容要參考這些國家 特別是美國 跟其他國家簽訂FTA的時候 所做的要求 那我們來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去看看 美國在簽FTA的時候 對其他國家所做的要求 我剛剛提了非常多了 對不對 那你在這些地方 我說實話 有很多的部分 法規的調適 法規的鬆綁也好 其實有很多東西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不用在智慶區裡頭開始做 然後這種法規要不要調整 你的競爭政策要不要調整 你的環境法規要不要調整 那這些其實都是你看得到的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美國在跟韓國談 在跟日本最近談TPP的時候 都非常質疑他們的郵局 你們郵局為什麼可以賣保險 為什麼可以賣基金 這個對美國的金融業 要進入這些國家 是不公平競爭的 也許到處都是 那我們看到了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去 開始想一想 我們這個郵局的體制 該怎麼調整 OK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如果你的目標 真的是監管國際 監管TPP 其實很多的東西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而不是在資金區裡面去收檔一些 其實我剛剛講的 跟結尾TPP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甚至是被盜污視的事情 OK 好 這是我們看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 其實這裡面最重要 如果你要結尾這個TPP 有幾個 譬如說我剛剛講到的制裁權 譬如說這個電線的管制 譬如說對農產品 我要特別講農產品 這個我常聽曾經老實講 我們到時候TPP要開放的是什麼 我們當時TPP要開放的是農產品 可以吃的 糧食水果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說 我們未來只有TPP 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怎麼樣開放 我們開放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開放要生產 農產加工的東西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OK 所以很多的東西 其實你的宣示的目標 跟現在我們現在看到 資金區的做法 事實上是差蠻多的 好 第三點我要談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談了很多 階段性的示範 因為要示範 示範的故事 將來要全島的自由貿易區 好 那你現在示範的做法 我們看到了 這個示範的做法 就是 這個讀計啦 環評啦 這些東西 好 甚至是我剛剛講的 最重要的就是 租稅優惠 那租稅優惠 剛剛技術也講了 如果你是一個階段性人 那只是階段性 那你怎麼示範 你怎麼推廣到全台灣 難道全台灣要都是租稅優惠嗎 OK 所以這個在本質上 想起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以外 示範這件事情 它其實 大家剛剛看到了 很多不公平競爭的部分 好 譬如說 你放到區裡面的這些產業 你就可以開始享受一些 有的好的租稅優惠 OK 對於你沒有進來這個區的這些企業 或是產業 它當然就形成一種不公平競爭 OK 除了剛剛提的這個不公平之外 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剛剛大家提了非常多的 你這個 如果你變成示範事業的話 你的內銷百分之十的贏所稅 是可以用客的 那如果我沒有在示範區 我這個贏所稅還是要客 它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不公平競爭 對不對 好那你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陳普世老師講得非常清楚 他現在 其實他折衷以後 做了這個做法 就是他變成前天後廠 那變成前天後廠以後 就是說 反正在台灣任何的廠商 你都可以 你即使生產不在實體區域裡面 你都可以變成示範區的廠商 你只要在實體區域裡面掛個牌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子好像就變成公平了 好 但是公平了嗎 所有的廠商 所有在本地生產的這個廠商 都可以掛到示範區變成這個示範廠商嗎 好 如果是 如果可以 那你不用示範區域吧 對不對 那如果不可以 那就是不公平 OK 所以他就被大批評以後 折衷以後的做法 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似不像的做法 這是我們看到的 好 下一頁我們要看的是 所謂這個前瞻性的這個經濟活動 好 那前瞻性的經濟活動它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那裡的產業 那如果按照他最開始原始 推銷的那個目標 他說要有一個突破性的管理機制 好 那這個突破性的管理機制 我說穿了 我在整個條例我找不到 什麼叫突破性的管理機制 是政府的管理嗎 彎路遍及這個 這樣子的這個突破性的管理機制嗎 還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前瞻性的經濟活動 要做一個突破性的管理機制 那這個 這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五個這個所謂的前瞻性的經濟活動 包含這個 教育創新啊 包含金融啊 包含國際健康啊 這些五個非常特定的這個產業活動 他怎麼樣推廣告 普及的推廣到其他的產業去 對我來講 那個是我也沒辦法想像的事情 因為這五個產業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你對這個五個產業 即使有一些新的突破性的管理措施 他怎麼樣失敗 怎麼樣把這個經濟推廣到其他的產業去 對我來看 這個是我也很難了解的事情 好 第五個其實大家也談了很多了 這難以消除對白領勞工影響的疑慮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本來想放條件 我想時間也有限我就不放 我們在這個規範裡頭啊 政府在這個規範裡頭 其實鬆綁了很多對外景專業人士的部分 包含剛剛講到的注水誘惑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包含 我們在台灣留下來的陸籍學生 中國的學生 僑生 將來他留在台灣的條件是鬆綁的 不需要工作經驗的 薪水可以更低的 然後我為了條件寫得非常清楚 就具有學識學問以上 好 那我就不禁要問 我等一下後面要講 但是我現在先講 我們剛剛在講 我非常的努力在資金區的這個條例裡面 找出怎麼樣跟台灣的經濟升級轉型有關的 有幫助的那個部分 OK 勉強我大概找到兩個point 第一個point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有效吸引國際間厲害的廠商來投資 他也許他的技術可以吸引我們 可以外移給台灣的廠商 使得我們可以神經轉型 第二個 我們可以透過吸引更多的外景專業人士來 好像就變得是我們的產業變得更厲害 這是我為了找到可能跟神經轉型有幫助的地方 好 但是這兩件事情容不容易做到 我剛剛幾位先生談得非常清楚了 現在的投資是 連台灣人自己都不太想投資 OK 租稅已經非常低了 我們怎麼樣去吸引這個外國的 這個厲害的廠商來投資 然後還會外移給我們 這是第一個可能的很穩定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要接外籍專業人士 厲害的外籍專業人士 對我們的產業升級有幫助的外籍專業人士來 但是你現在要求的新資產業是收到 是往下降的 好 是可以評估更多僑生 這個大陸留學生在這邊的 好 等一下鄭老師會幫大家分析的更清楚 我們要這樣的專業人士 我們要求的這個Nable 門檻是降低的 所以我們等於是要求一個更低的 這個外籍專業人士來 我們開放這樣的這個情況 對我們的產業升級有幫助嗎 OK 我們現在真正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現在真正面對的問題是台灣沒有專業人士 台灣有非常多的專業人士 但是現在去面對很多中國企業 整批的那個海架式的全部都挖走了 這個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那我們面對這麼樣的嚴重的這個問題 我們用的是降低薪水的門檻去拚外籍人士 這樣可以補足我們原本的專業人士的補足嗎 這我看來它其實是實際的效果 是我非常非常質疑的 好那下一頁這個我就先跳過去 內銷10%的免贈贏所稅的規定 事實上它當然影響可能會非常大 在接下來就是我們第七點我們要談的就是 它其實某種程度去難以避免中國影響的疑慮 譬如說最近去條例裡頭 當時把入資、入人和外資、外人等同來處理 這個就逾越我們剛剛講的 兩岸人士的關係條例很多 原本我們因為擔心而設的規範 它全部在這裡全部把它鬆綁掉 好但是在實務上 你真正會來甚至會大規模來的 大概就是種子 對不對 這個大家最擔心的事情 好那農產加持的部分 大家已經談很多我就不談了 好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最大宗的外籍專業人士 很可能是來自中國 那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疑慮 好那談了這麼多以後 那你獲利高的話 你才能夠給這個員工高的薪水 所以這個要有創新性的高的這個企業跟產業 那結果我們呢這部分是比較少 那我們很多的產業呢是創新性不高 是這個代工或是沒有特色 那這樣就是面臨很多各國的這個模仿 那競爭者就很多你的利潤就不會高 產品價格都賣不了高 那薪水就不會高 所以呢 我們租院士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政府不能單單只推 國際化自由化還不夠 我們要去解決去讓我們經濟的這個 產業結構轉型 有更多的創新性的這個產業 產業的轉型變得很重要 好下一頁 那我們去看 我們的目前就是除了這個產業結構問題 就是裡頭因為很多代工的結果 我們的台商呢就到海外去生產 所以呢 接單是海外接單 接了單的訂單之後 其實呢工廠都在海外 中國大陸或其他的東亞地區去生產 所以呢這個台商的這個就業機會是 創造是在海外創造 那這樣的結果呢 這種三角貿易好像導致我們國內的工作機會 是不見了流失了 那而且這些三角貿易所賺的這個錢 匯回來的這個比例也很低 不到10% 所以因為這樣的三角貿易的關係 我們的真正在地的就業機會 沒有得到這個 沒有就業機會 那當然經濟表現就不好 好我們接下來看 美國的過去的這個 或還有現在的政府怎麼來做呢 怎麼樣來這個突破這個經濟的這個困境 好我們先看 現在1993年克林頓總統他上任的時候 他打敗這個老夫妻總統 這個 主要是 當時呢美國的財政次次 已經將近2900億 那他做了六年的總統之後呢 他卸任的時候 到現在美國人還是很懷念他 卸任的時候 財政盈餘是2370億美金 那克林頓做了什麼事呢 他有很不錯的這個產業的政策 第一個呢他去 去推動把這個 本來是軍方跟大學使用的 インターネット開放給全世界來使用 然後又同時去建設全美國的 光纖高速公路 那就是促成了這個 網信網路的產業的發展 包括所有的eBay啊 這些的Yahoo 當時的這個很重要的這個企業 那另外他同時呢 也去這個發展生機生物科技產業 去把這個 花了很多錢推動的 人類基因計畫的成果呢 由全球來共享 同時還有一些國內的一些配套措施 所以也創造了 變成是美國的這個生機產業 是全球最厲害的這個 這個國家 那目前的歐巴馬 當然他們也碰到經濟的問題 最近呢你看到美國的股價 其實還不錯 就是因為呢 歐巴馬他做了幾件事情 很重要的呢他去推動這個 油業鹽的技術的突破 那現在在德州呢 去大量開產這個 油業鹽的那個 天然氣的這個生產 那事實上這個成本 讓製造業成本變得很低 他說這個天然氣的這個價格 跟礦泉水一樣的便宜 那所以很多的美國的這個 企業就是製造業就回流 那這個就當然 對他們經濟就是好的 那另外呢歐巴馬最近的這個演講 也就說告訴美國人 說你不只要去玩遊戲 下載APP 你自己可以來寫程式來設計APP 之類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這個幾代的總統 他們的做法就是要去推出 比較前瞻性的產業政策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跟美國來 學習的一個經驗 那接下來所以從我的第一個 我們就知道說 怎麼樣提升企業的研發能力 推出好的產品 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資金區的這個條例 到底能不能幫助我們的產業轉型 那我們的這個企業 能夠獲利 我們薪水可以增加 那我們看一下資金區的內容 那這個網頁上可以找到 那這個最近 沃草團隊他們也做了 資金區電子書 他搭配每個章節有做一些原始條例 跟這個一些評論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容易看 不然條例很繁瑣 下一頁 我們這邊是施俊吉老師 在我們第一場 那個資金區研討會的時候 他把資金區的條例的內容 做一個很重點的說明 那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要減稅 要這個要引進盈利的這個國際醫療機構 要教政府怎麼樣的權力 這一類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重點 那接下來下一頁 那我們根據 我這邊的這個檔案是根據 5月8號的這個民主平台 他們幾個文學團體辦了一場研討會 那像奈州坦律師有幾位 做了很好的這個投影片 你們拿來參考 另外我們自己也辦了這個深藏的這個研討會 那所有這些檔案 我們是 像5月8號的這個檔 研討會的檔案 他們也同意讓我放在我們 公共經濟中心的這個網頁上面 所以我想這個 很多各位朋友 還有我們知道 好像有些立法委員 也有在參考這個資料 那我針對這幾場的這個公聽會的 專家學者的意見 我們去仔細去看 那當然也拜訪一些 相關的人士 尤其像國際醫療那邊 我們也是去請教一些學界 醫界朋友的意見 之後 我做了以下的一些質疑 下一頁 我提出 針對這個自經濟條例的十大質疑 那我很快的 這十個問題裡頭 當然很多剛才今天的幾位講者也很多都有提到 所以我也可以稍微快點跳過去 好 下一頁 第一個 就是說 我們之前政府說要簽這個自有貿易協議 不然的話會輸韓國很多 那我們去看一下 首先所謂的自有貿易協議就包括貨貿易協議 已經簽成是11個 有的還在陸續談 這個沒有寫得很完整 已經簽成了11個FTA 那有的是正在談 所以48個國家是包括有的正在談 好 我們看已經簽成了11個FTA裡頭 他們事實上是有策略性的 就是先從貿易量比較小的國家開始去談 他們花了將近10年 然後很多的一個很龐大的團隊去談 這個自有貿易協議 所以是有策略性的在談 那比較晚期才會跟大的國家 像韓國跟歐盟 那最近才在跟中國談判 所以呢 這是他們是比較有策略的一個做法 下一頁 那我們看一下把這個資金區條例 跟這個我們政府的這個策略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這個策略的這個決策 第一個從這個第38條裡頭 他說以後這個資金區裡頭的這個業者 他進口的這些貨品是免關稅的 那他是針對這些外商 路商所有的這些國家對全世界 那如果這個資金區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我們可能還不覺得是疑惑 那待會我會看到資金區的範圍很大 那到處都是資金區的結果 那到處都去免關稅 那這樣事實上就基本上 快要變成台灣的這個都免關稅 那這樣我繼續下去的話 我想我們政府以後 跟別的國家談貨貿協議的話 人家可能也沒有這個動機來跟我們簽 貨貿協議就是彼此要去降關稅 那我們自己自動都已經都把一些關稅都降下來 那這樣的結果呢 除了簽不成這個貨貿協議之外 那影響的是我們的一些出口的業者 我們這出口業者希望我們政府幫我們去跟各國去談貨貿協議來幫忙爭取他出口的時候到對方去可以這個降低關稅 那如果簽不成的話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是算是很傻很笨的一個做法 還沒談判就先自己說我免關稅 那這個以後應該就沒辦法像韓國這樣簽很多的FTA 所以跟我們政府的宣稱的想要達到的目標會有矛盾 下一頁 那另外呢在這個資金金條例第42條裡頭 這邊也是宣布 我們目前跟中國大陸有800多項產品 還有2000多項的工業產品是有管制的 那這邊也是這42條說他們可以進來 然後就可以免關稅 那這個東西其實本來可以談判的事情 變成說我們自己自動解除管制 接下來下一頁 那這個是福茂跟禍茂的策略的矛盾 其實國發會這邊管主委他也承認 福茂協議的時候他並沒有參與談判 在福茂協議裡頭如果未來福茂協議通過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是同意中國開放 因為中國爭取希望他們的直轄室呢 可以讓我們醫院去直轄室設獨資的醫院 因為中國的政府他們希望提升他們的這個服務業的水準 開放我們的醫院可以去他的直轄室設立獨資醫院 那如果通過這個國貿協議的話 表示我們政府同意 那這樣會導致醫護人員的外遊 所以政府對於我們醫護人員的外遊 他覺得OK你就去吧 可是呢我們資金區的目標我們說他設國際醫療專區 是要吸引外國的病人進來 可是如果醫生如果福茂過了醫生都不見了 那病人進來到底要給什麼醫生看 所以這個兩者是互相矛盾的 這個很多人都提到包括朱敬毅院士還有黃達夫院長都提到 這兩個是互相矛盾的 那因為是不同單位 資金區是國華會在主導 國貿是這個經濟部在主導 沒有一個全國的通盤的這個策略的計畫 下一頁我們再看一下 剛才這個邱老師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的資金區條例裡頭 針對說示範事業呢 他的定義是很空泛的 並沒有說特定的是創新性的產業 我們剛剛講過 你是創新性產業才能夠讓我們的這個企業 他獲利然後薪水增加 可是如果你這個資金區裡允許的這個 這個產業是很廣泛的 那事實上並沒有辦法提升我們產業的創新跟競爭力 那下一頁那第二個我的問題是說 這個資金區的運作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範圍太大 那剛才很多的學者很多的講者都提到 到處畫不只說實體區 這裡面區加入圖區到處畫 地方政府還可以畫很多的這個區 還可以就是前店後廠虛擬區內區外 這麼多的範圍 那這麼多的優惠範圍太大 那我們來看過去 過去的我們的經驗 我們推我們政府過去在1970年代 去推這個新竹科學園區的時候是成功的 因為我們只有在交大清華旁邊 設一個科學園區 並沒有全台灣到處設科學園區 是不是 那但是呢 我們當時另外一個失敗的例子是 我們在1990年代要開放這個銀行業 銀行產業 那結果那時候的王建軒當任這個財政部長 本來也是說台灣這麼小 只有少數幾家銀行可以核准 那但後來壓力很大 全部都開放 那變成銀行太多 overbanking的問題 那後來這幾年才透過這個 這個去產業要 銀行的產業要來這個重組 是不是來合併 所以呢範圍太大 那跟你的目標應該是沒有辦法達成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具體的運作上來講 下一頁 這邊剛才的講者也提到 就是主管機構 經濟部變成是自經區的太上皇帝 他決定很多事情 那執行單位呢 是那個園區的管理的單位 假如是某個園區 他的管理局就可以決定 決定多少事情呢 這邊列出來兩頁的事情 那紅色部分我特別mark起來 就是像這個勞工安全檢查 這類的問題還有環評還有見管的制度 全部透過這個管理機構 小小的管理機構 就可以來決定這麼多的事情 那破壞我們既有的這些制度 好 那再下一頁 好 那 好 再下一頁 那這個 讓地方政府可以深色自經區 這些事情剛才這個徐教授也講了 那大家 這個地方政府會腐爛的進行徒弟分手 好 那這邊當然我們現在外界 對於制經區條例 有一些評論的結果 像謝教授認為說 管周銘主委已經這個 很有善意的回應 那其實我跟管主委 是在寫這個email 我跟他講 既然有這麼多的問題 你要嘛就撤回重修 要嘛就私上請你閉嘴 因為呢你不是馬 不是國民黨的馬主席 你也不是國民黨立法委員 你什麼都不是 你現在是 你行政務委 你把這個條例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怎麼修改 是他這個立法委員的事情 那他一個這麼多問題的條例送進去 送進去之後在那邊講說 我這個可以改那個可以改 那你為什麼不改好再送進去呢 好 所以要嘛就是穩坐重修 要嘛就是請立法委員改 他這個時候講什麼話 其實完全沒有立場 不要被他的善意所欺騙 這是完全無意義的事情 那我本來以為這個條例可以修 其實我的結論是說 待會我會看到 根本就不要這個條例 好 那所以呢這個 接下來就是下一頁 會這個 對 土地徵收 所以他雖然說 承諾 管主委承諾說這個可以刪掉 那這個是事實上 國民黨的立委 要不要刪 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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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引起很多的這個 觀山勾結的這個問題 大股事件會 製造更多的大股事件 那我整個 我的這個十大指引是 基本上是從我這邊再聲明一下 剛才一開始應該聲明 目前我知道 因為地方政府可以設資金區 所以地方政府 不管是藍的 綠的 都很這個熱切期盼這個條例可以通過 那有很多財團也是希望 以後可以這個 幹醫院可以設大學幹嘛 那我們的質疑是 比較從這個老百姓 從我們全國的民眾的立場來看 但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條例如果通過 對我們就業 對我們就醫 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 我是從比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 這個資金區條例的影響 那接下來第三個質疑就是 開始談這個民眾的這個影響是什麼 對如果這個條例通過民眾的影響是什麼 好第一個賴宗牆律師說 這個以後的他這裡 我們看一下右邊我寫的 當時賴律師寫的 他強調我們不只要看資金區條例 同時要看我們目前政府 他在這幾個月 他已經透過很多行政命令的收 這兩件事情加起來的影響就是更可怕 那這邊提到就是以後呢 他說已經修改了這個行政命令 所以以後資金區裡面的外籍人士 可以用委任或承攬的形態可以進來 而且呢不一定要有這個工作經驗 那你的這個雇主過去是說要跨國企業 現在也不用 就是他之前一定規模的這個企業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 會造成大量的外國的白領的勞工 透過契約和承攬來台灣工作 跟我們的國人來這個競爭 那下一頁接下來的這個兩頁的投影片 是這個李建宏老師所指出來 這裡講的是 剛剛一樣是搭配就是資金區條例 跟現行的行政的這個命令 就發現我們政府對於中國的專業人士來台 跟外資 我這裡打錯了 應該是外國專業人士來台 跟中國的專業人士來台的標準 有明顯的差異 那這個李教授他把例子出來 包括這個來台人數的規定 還有說我們如果是外國人來台工作的話 我們僱主要幫他負擔中介費 安家費這些 那如果是這個中國的專業人士來台 僱主就不用負擔這些規費 這是差異 下一頁 對於這個外國的專業人士來台 台灣的一些要求還是蠻嚴格的 可是對中國的專業人士來台 那些要求那條件就低很多 所以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也想這個會影響到 如果大量的中國專業人士來台灣的結果 會對我們的就業有嚴重的衝擊 那下一頁 對於我們民眾的就醫也會有問題 因為呢我們的資金區第49條 好 允許呢國際醫療機構 這邊可能一般的民眾不知道 你看那個條例好像沒什麼 其實問題處在 他允許呢國際醫療的機構是以社團法人的民意進來 那社團法人呢就是可以這個營利 營利的一個做這個醫療行為 營利的這個行為 那我們政府第二點呢 政府口頭上 因為現在外界有一例就是說 我們會限制醫生 只能到這個國際醫療站去看病 看診呢就不能超過20小時 那這裡頭其實那個 建法建築聯盟的這個田西華 就說20小時其實就是我們 醫生看診的這個一半的時間 假如一天8小時 一個禮拜有40小時對不對 一半的時間可以去那邊看 那他政府就說只有200床幹嘛幹嘛 所以這個只是口頭上的承諾 事實上條文童沒有寫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認為 田西華老師指出的 我也覺得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以後呢因為資金區的這個是可以營利的 那這個老闆呢他會用比較高薪 把我們一些民意聘區的結果 我們國人要看病的話 要可以自費去資金區看這個民意 那如果你沒有錢就會分成階級化 我沒有錢的人 那我就看非資金區的醫生 那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施俊錦老師有指出來 這邊去找出這篇文章出來 最近呢經濟學人有一篇文章就講到 東南亞像這個泰國印尼在推動國際醫療的結果 事實上會造成嚴重的這個醫療階級化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往前走也會碰到這個問題 那下一頁呢我們認為 他會更影響到這個我們的生技產業的發展 那這邊這個其實王大陸院長在上個禮拜來的時候 他已經指出來就是說其實所有的醫界並沒有反對國際醫療 他只是反對說在資金區裡面設這個國際醫療專區 而且這些機構呢是可以盈利的 待會兒會看到他把一些改了一些我們的這個醫療法的一些規範 那目前的做法在現行39家醫院裡頭挪10%的床位 大概1萬個床位出來做國際醫療 這件事情目前其實還這個允許做10% 可是目前的這個比例大概不到1% 所以這邊是可以再繼續去做的 那所以根本不需要這個資金區條例 目前你朝這個方向做就可以去推國際醫療的這個服務了 好下一頁 那你如果醫生名醫都跑去做醫美健檢 跑到資金區裡面去做醫美健檢 那事實上也不利於這個生技產業的這個發展的這個 這個產業的推動 那我們台灣有這麼多好的這個醫生 那除了說看病之外可以發展這個生技醫療的產業 那這個如果這個條例通過 也會影響這個這個產業的發展 好下一頁 這個是賴宗坦律師提到的 我們政府一樣是把資金區條例 再搭配現行的行政命令的鬆綁 所以這條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說我們的行政命令這邊最近經濟部修正了 就是說大陸地區人民打台投資需和辦法 在去年11月就已經通過 就是說以後如果資金區這邊 經濟部列為這個示範事業的話 就不受這個現行這個法規的限制 那以後經濟部如果說銀行業電信業這些 我們覺得比較會影響到民眾福祉 或國家安全的產業 那進去示範事業的話 他就不需要再經過政府的這些管制 那事實上這樣的話 也不用去去談這個福茂知識 他只要透過這種示範事業的納入 那事實上有些影響到國家安全的這個產業事業 所以還是可以讓中日進來 那再下一頁 那第六個這個質疑就是這個區內區外 稅貨不公平的問題 那我想你們就跳過去 第七個感到就是我們認為 目前為什麼亞洲的像新加坡 中國大陸要來挖腳我們的醫生 就是我們的醫生其實還有 還是有他的專業性跟獨立性存在 那為什麼我們的國內的醫生不會說 亂給你看病亂怎麼樣 主要是我們的這個醫療法裡面有很比較嚴格的規範 那你看但是自經區49條 這邊就說以後的國際醫療機構是社團法人 就是他可以盈利 而且不受醫療法49條跟50條的規範 那什麼意思呢 下一頁 也就是說 上次的這個講者已經把這個 自經區以後的醫院呢 他的這個醫院的老闆不一定是要規定要醫事人員 就是一般的睡衣人可以去經營醫院 然後來做一些盈利的實驗 那這樣的結果呢 我們醫生的這個專業性 獨立性可能會受到破壞 因為你去改了這個醫療法的這個規範 那所以下一頁 在這邊就是黃導復院長就指出來 你去改了這個我們醫療法的管制的結果 那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專業性 我們醫生以後就不會像現在症癌這樣的風評這麼好 那下一頁 所以第八個質疑 就是這個我們也 資金區條例頭也開放了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那其實我們要開放 我們對全世界開放這樣的這個專業的服務的這件事情 本來是要在我們跟各國在談判這個服貿協議的時候要去談 說我要開放多少不開放 結果我們現在自己全部都開放 那這個事實上也是一個比較笨的做法 我們政府 那這裡頭 薛律師提到說 目前的條文講是在資金區前店裡頭 那到底這個律師在哪邊職業 前店後場分得出來罵 那另外呢 他也 目前雖然是講說外國的律師可以開放 那他也擔心是中國律師進來 那第九個質疑 就是農業的問題 我們對這個農產平面關稅 那這個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這樣做 竟然沒有去保護這個農業 我們的農民 像這個日本跟美國在台APP 那個TPP 出現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日本 不願意這個開放他的農業 那我們政府自動的這個宣布說贏關稅 那所以這個也是影響農業 好 下一頁 那另外就是陳寗老師的談到 以後 中國的農產品進來自進去之後 再加工之後 他出去外銷出去的是用MIT的這個品牌 那因為他的這個原物料比較便宜的結果 我們的加工業者就不會採用我們本地的農產品 那影響到我們農業的生產 那下一頁 我們的自給率會更低 我們現在已經很低 那會更低 我們目前是只有這個30幾% 那你看先進國家其實他的農業自給率是很高的 日本對於他農業自給率降到40% 他們認為這是國家安平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是只有33%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的政府竟然沒有考慮到農業的農民的生存 還有我們這個農糧食自給率這麼低的一個國家安平的問題 竟然這樣大幅度的開發 好 下一頁 第10個就是對於我們MIT品牌的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我就不要再講 好 我很快講最後三個投影片 稍微這個再讓大家時間 第一個就是剛才這個謝教授也講的 因為我們的政府說資金區條例他推的時候 第一階段是六港一空之外加一個屏東的農業科技園區 對不對 那既然是六港一空 我們就去看這個字號港區條例 在2003年通過 其實馬正粉時代在2009年到2012年都有去修正它 那既然你有這個條例也去修正它 那你就去推動這個六港一空的建設 那目前成效怎麼樣 好像看不太出來 你就去繼續推動 已經有這個條例 而且你也修改了嘛 是不是 第二個 國際機場雲區發展條例 你2014年也去修正了 那你就去推動國際機場雲區建設 另外呢 又有個條例 生技性要產業發展條例 那是你去推動 有這麼多的條例都通過了 而且你也修正了 那為什麼沒有去推動這些產業的發展 那下一頁 那在政府在2009年在這個 就說要簽ACRPA的時候 自己也說必須要搭配六大新興產業 也訂立這個行動方案 那這些產業也請你去積極去推動 是不是 那另外我自己個人 我們去研究發現 我們也去鬆綁這個科技基本法 我們這些科研的人員 老師 教授 以後其實現在就已經可以擔任企業的總監事 那如果我們再稍微去檢討現行老師 不光寫論文 你可以去申請專利去外面開公司的話 或是修改這個意思評鑑辦法 那事實上 我們應該是以大學為我們這個新基地的這個引擎 來發展一些相關的創新性的這個產業 像生技產業、雲端軟體產業 是不是 那或者是呢 幫我們的中小企業 幫我們農民來推銷這個產品 像最近有台商來幫 來做電子業 他去跟這個賣鳳梨書 有沒有 那所以這是很成功的 你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在地的產業還有在地的這個就業機會 總而言之 我的結論是 下一頁 我們已經有這麼多的條例 有這麼多的這個產業的這個促進的行動方案 我們需要政府來這個施政的這個破例 而不要再新的這個條例 因為這個條例問題這麼多 那你把既有的條例好好去推動一些相關的產業 就已經夠了 那這是我的報告 對不起 謝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 好 我們現在的 接下來的時間 就開放 大家來做這個Q&A的這個討論 請問各位有沒有這個問題 或是我們的這個語台 這邊有沒有誰還要再補充的 好像有一些媒體朋友 是不是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跟大家來這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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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蘿蔔 胡蘿蔔也要給棒子 那應該要給怎樣的棒子 然後一個問題是我們這個設一個條例 然後希望去吸引外資來 那看來吸引來的這些外資是 是攪不起睡也拼不起本腦的 那他當然是有競爭力的產業 還是沒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吸引那樣的產業 竟然是提升台灣競爭力 還是降低台灣競爭力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而且我也以為這個條例是 國發會來管的 結果後來發現是經濟部來管 然後 就是 現在管爺說的話 到最後經濟部可以堆遷嗎 他到最後是 被吐死狗空 就是他之後就下台了 還是他可以高升去 經濟部管這件事情 就是他對大家 他像破航說這些話 到底最後有什麼用呢 好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最近 我剛提到的經濟動態 就是很難 如果大家看最近這一兩個禮拜的新聞 經濟部現在要去框一千 來做為經濟動態 這個產業轉型的需求 那做法其實是老套 就是只能去協助補貼 輔導廠場 又要來做這個事情 我在過去的 最近很多的場合 大家都聽到說 為什麼台灣的轉型轉的不容易 很多的官員的說法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政策工具 沒有政策工具是什麼 對他們來講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政策工具 譬如說 產業商業條例裡頭的 很多的優惠等等在這裡 他們都覺得 產業商業條例 沒有以前的 出產條例這麼好用 沒有這麼多的錢 丟下去給廠商 所以沒有政策工具去引導廠商的創新 對我來講 其實沒有政策也就是一種政策 或者我們就這樣想 我們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舉個例子來講 台灣不只是我們剛剛討論的勞動成本問題 我們去想想看 我們的這個政府 為了我們的出口的數字 為了我們這個經濟成長的數字 我們做了多少努力 油價是亞林最低價 對不對 電價只敢調 民間用電不敢調 工業用電 對不對 水價也是最低的 薪資不要說最低成價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我們競爭對手獲得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這麼低的成本 政府努力維持這麼低的成本 我們的出口競爭力還不夠 還要貶值再來一下 貶值還不夠 要不要FTA的關稅三分之五分之一 再來降一下 所有的思維都是在這種 Cost down 這種做法上面去 那什麼叫Rollobot 什麼叫bomb 其實有很多的事 非常簡單 就是說 你給政策優惠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篩選的機制 哪一些有潛力 我個人說經濟部沒有做 譬如說他現在做了一些 大家也許聽過的政策 也許中間企業 製造引擎冠軍的 或者是船長維新 那的確某一些他是去挑選 有潛力的產業或是企業來做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非常多的企業 他只告訴政府說 你都不要管我 那些政策我都用不到 我也不想用 也很麻煩 你只要給我可以 每三個月 換一次派遣勞動就可以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只要用非常低成本的經營模式 他就可以在這裡頭 政府不會讓他倒 你即使簽了FDA 也不會讓他倒 因為政府編列很多調整答案 這個調整體質 各種各種各種 非常不到的措施在那邊 所以倒了很麻煩 倒了就會有事業問題出現 倒了就會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出現 所以當政府 某種程度在Promise 我不會讓你倒的時候 對很多的廠商來講 他是不會求進度 好 那我們過去在談福茂的 也有類似的問題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到很多的台商 過去 你要叫他創新研發 他在願意 為什麼 創新研發要燒錢的 我同樣的錢 我拿到這個中國去 找一個這個三減五減 五減五減的租稅優惠的地方 蓋個廠房 訂個勞動 我下個月就可以賺錢 這某種程度就是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造成 我們整個建設力提不上來 創新研發不足 最重要的原因 那這些東西我們還在助長 譬如說福茂還在助長這種趨勢 我讓你用廉價的成本來經營這個東西 覺得那個市場很好 但是我們對於這種 胡蘿蜜蜜蜜蜜 其實問題都沒有思考 那剛剛您問到 幫我講快一點 蜜蜜的問題 我們最近在談這個問題 包含 我只舉一兩個例子就好 OECD OECD是富國俱樂部 資本主義國家所組成的 他都看到了過去幾十年 這種全世界各國這種利潤驅動的出口成長模式 其實已經在各國造成非常嚴重的分配問題 心資所得占GDP的比重都在下跌 台灣是特別嚴重 其他所有的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 所以那是 也就是說 你付出的努力跟你得到的報場 是越來越不成比例 OECD建議的方式是什麼 他是富國俱樂部 他資本主義國家 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從既有制度著手 做什麼事情 加強工位力量和提高基本工資 OK 好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棒子 就是一個捨入選 我要透過這種方式 第一個 可以改善所有的分配 第二個 可以驅使沒有金正銘的產量淘汰 第三個 可以提高國內的內需 因為口袋剩了 2300萬的人內需 其實是很大的 OK 所以類似這個就是 我沒有辦法舉很多的例子 但是類似這個就是所謂的棒子 你能不能透過這些去淘汰那些 只想靠低成本 維生的這個廠商 好 你可以高興均 可以告訴年輕人不要靠政府 他不可以告訴廠商 你也不要靠政府 OK 好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您提的問題非常好 對我來講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你吸引外景人士就是這樣 你用很低的門檻吸引他來 你到底要吸引高階的還是低階的 這個外景專業人士 你透過租稅會會來的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外景這個廠商 這個其實都可想而知 所以我們真正要去連結的 其實不一定要透過資金去連結 國外的好廠商 因為國外的好廠商不見得會來 所以我們是要透過怎麼樣的方式 去讓台灣的廠商更有效的去連結好的廠商 你不要期待它會來 因為那是很難的事情 那更何況你是用租稅優惠的方式會來的 就像你講的 你會吸引到什麼樣的廠商 這個是 原委非常指引的事情 OK 好 那第三個問題不好意思 第三個問題是 管忠銘他現在是當國發會的主委 喔 經濟部 對不對 我又不好意思講 這個 你的確問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有機會到經濟部去談這個問題 他們找我去談的題目是 自由經濟示範區如何促進我們國產業轉型 這個題目非常有趣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國發會這個題目的 這個題目的 產業轉型是經濟部腦袋裡每天在想的事情 OK 所以 因為他被 他被 要去處理這個 自經區的事 但是他腦袋裡就是想著這個 這個產業轉型 他不曉得怎麼兜起來 然後他就找人去講 我就為了這個題目 我就很努力去找 那找到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結果 所以那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經濟部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就像剛剛大家談的 過去兩個月一個版本 兩個月一個版本 經濟部從一開始知道要去主管這個事情之後 他就非常痛 不曉得要做什麼事 我們這五大所謂的前瞻性經濟活動 交易創新是交易部的事 物流很大一部分是交通部的事 國際健康是衛股部的事 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金融 金融創新是金管會的事 交易是交易部的事 對不對 所以這五個東西 其實都跟經濟部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他卻要所有的權責要答覆 包含環體什麼 建立同一川國來做這個事情 他其實是非常痛苦 所以對經濟部來講 其實不只經濟部 包含交易部 包含很多黨 他其實都非常痛苦 但是沒辦法 因為國發衛理論上來講 他是一個規劃單位 他沒有 國發衛是沒有執行力的 他的人非常少 他是一個幕僚規劃單位 所以他規劃的事情 必須要加量一個部門來做 所以經濟部去管了五個 跟他沒有直接關係的經濟活動 實際這個是一個很怪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您提到的 的確在經濟部執行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非常痛苦 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肯定 經濟部無論他的作為有效沒有效 但是他的思維方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還是最 focus 在身體關係的事情 那對於他來講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其實不要忘了 最早的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這個主政單位是經濟部 後來才遇到經濟經濟人會區 所以我最早就看過經濟部的那個版本 可是現在是滿原本色 但是現在又回到經濟部壓力管這個事情 的確他將來在執行上面 我們都會有很多影響的存在 好 不曉得其他影片會補充嗎 我補充一點 其實我認為如果自己去照這樣處理之後 會來台灣的社長的廠商 你說是不是有競爭力的廠商 那我會說來的廠商是對台灣本土企業 造成非常大競爭壓力的廠商 我直接舉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可以從裡面看到 就是說只要進來之後 它出口 出口是免疫力是一所得稅 它內銷又免10%的一所稅 然後進來的社會什麼都是免關稅 可是我要知道 如果以現在目前台灣的產業發展 某種程度跟中國的產業發展 其實是非常相似的 也就是說這一些來 如果從中國進來的資金 它所生產的產品 基本上這跟台灣本土企業 生產產品 其實一致 那種充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這些企業 在這邊取得了非常優惠的租稅典免 那相對來講 它從台灣再出口出去 那反而是在打壓台灣本土企業的出口 所以我說這樣的模式 我們吸引到的市場上 我認為其實是對台灣本土企業 是非常具有競爭壓力的場上 我舉一個假設 大家想很有名 最近中國的小米手機 很有名嘛 假如小米手機來到資金區設廠 從這裡面它只要進行檢疫加工 我就組裝 組裝算是檢疫加工 我的零組電頭從中國進來 已經夠便利了 還沒關稅 我的機器什麼的也是沒關稅 然後我這邊組裝之後 以後出去 就變了品牌叫 MIT的品牌叫 大米手機 我在中國賣三千 我在台灣這邊出去之後 我可能賣個五千 四千 好 那我還可以內銷 如果這樣的話 第一個 我的外銷直接跟台灣的HTC 跟華碩是衝突的 但是在這邊的租稅壓力差很多 然後內銷市場 我的內銷市場還有10%可以免稅 那請問 如果照這個條例 我們管理說10年 假設這個10年 好可以讓它落日 問題是HTC跟華碩 撐得了10年嗎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另外來講 其實我們認為是說 對台灣的勞動力其實相對也是不利的 整個資金區在還沒有上路之前 你知道嗎 我們的勞友會的屈從於經濟部的 跟那個國發會的壓力 我們已經把外銷 產業評估外銷的比例 拉高到40% 拉高到40% 好 大家設想一個狀況 如果在這裡面 我們在講就是說 我們透過專業人士來談 中國專業人士來談 還有三年的所得稅 可以減半 OK 好 問題是那個專業到底怎麼認定 不知道 因為空白授權 我們完全不想 假設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 剛剛在講的小米手機 他從中國聘請大批的優秀生產線的作業人員來台灣 他們夠不夠專業 他跟你講到時候說 他們很專業 他們一天可以組裝三千支手機 夠專業 台灣沒有這樣專業人長 可不可以進來 我認為這樣變相是進來 可是問題是 大家設想 在這裡面 他這邊的租稅 中國專業人士來談 有三年的免稅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某種程度 他的信來的刑金是可以更低的 因為我們這邊提供所得稅減 因為外國人來談的是20% 如果他可以減半的話 他的所得稅是可以減免 如果他從中國整批進來的話 他其實進來的薪資 我們在講就是說 不像外國人 還有四萬三千九百的薪資料線 中國專業人士沒有 所以他們進來的薪資可以更低 配合我們剛剛在講的 他只要每三年換一批 因為什麼 三年逐稅節眠到了 那這些人就會 中國再從中國換一批新的專業人士來 他就可以不斷的輪體 40%的話 再加上這邊所謂的 可以透過中國專業的人 而且還沒有人數的上限跟管制 這裡是沒有人數的管制的 那請問 這樣子的條件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對台灣本土勞動的形式 是會造成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成輪 我想大家的答案跟想像 應該是向下成輪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 如果照進去這樣的模式 其實不管是對產業 或是對台灣的勞動力 都是具有非常大的競爭壓力 而且那個壓力會導致 我們是向下成輪的壓力 我想先做一個說明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針對產業的那個東西 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 如果明天的 不管這個政府 或是一些財團 看到我寫說 不要這個條例 或是地方政府 我其實真的不用太失望 我是覺得就是 我之前有投書過 如果我們朝比較前瞻性的產業去發展 我其實下一篇不太危險 其實叫台大這邊做一些努力 跟政府來做一些送綁 一個大學的附近 其實就可以有很多產業出來 大概十年前 我去那個UC San Diego去訪問 結果到四點多的時候 我們開車出來會塞車 那很納奔 那剛好回到台灣看到這個 上週剛好介紹 一起介紹 就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那附近的這個聖地產業的 聚落的發展的情形 就是他們 加州政府給一些經費幫忙 他這個聖地亞哥分校的醫學院 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 因為他們送綁法令 教授可以出來開公司 所以醫學院旁邊 我有看到 挖很多的這個牌子 就很多相關的這些公司 衍生出來 都在校園附近 所以他們就發展 所以有好幾千家的公司 在醫學院附近 那當然就很多的幾萬個這個員工 那所以呢 那是十年前我去看到 那事實上這段時間幾年下來 六年下來 我們六七年下來 我們台灣的這個生技產業 剛剛看到這個條例也有 因為我們的科技基本法 也修改了 上學法也修改 我們台大的老師 其實不知道要講 校長是跟我們講 醫學院這邊 很多的老師 他有很多的這個 研究的成果 是可以商品化 根據法令 他可以出來開公司 可以有數億元的公司 數百個員工 可是這些老師 雖然法令都有了 我們跟美國一樣 現在台大 你如果出來開公司 是可以的 沒有違法的 可是 還是很多人不敢出來開公司 因為他說 欸你就會圖利 圖利 圖利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我們的生人的辦法 也就是說 你要寫論文幾篇 所以我們國內寫的這個論文 就是國外的企業 在看我們的 所有的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們雖然 法令鬆綁 台大明明可以有 你看有醫學院 有醫院 這麼多的 根本就可以出來 看很多的公司 可是呢 我們的這個 社會對教授的要求 可能就是做研究 其實法令鬆綁 所以 台大醫院 醫學院 搭配中醫院 這邊很多 像我們的汪喜慧院長 院長也是生計的 所以我就一直認為 明明這裡可以發展 跟San Diego這樣一樣的 San Diego是美國三大 生物產業的聚落的 可以吸引幾千家的公司 幾萬個員工 明明可以做 為什麼 這個錯過來 剛剛說我建議說 你要去檢討 生人的辦法 或醫生的評鑑人的辦法 之類的 一些小地方去解決 是可以有很多的出來 這是生計產業 第二個 像現在雲端的科技產業發展 亂體產業 所以我們的 像我們的副校長 陳良基副校長 推延 創業 學程 平台 這邊其實 現在的 如果年輕人有創意 有專業 去寫一個像 憤怒鳥這樣的一個頑體 讓很多人下展路 賺錢 所以 這邊問題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 像博士班學生 很多人不願意懷念書 是因為 房價這麼貴 他如果要結婚 他要生子 他根本就沒辦法繼續念書 所以我們日前也寫了 E-mail 給我們的副校長 建議說 其實我們台大是要提供一些 這些 宿舍給一些 年輕人回來念書 然後他有 來這邊創意 創業之類的 所以這邊 你從 不只台大 台大的創意 創業選項做得不錯 陳副校長 我們的楊校長 做生物科技這一塊 台大很多的 專業的老師 在各領域做得很好 那所以怎麼樣去讓我們的學校 那台大當做領頭羊 那其實其他很多 蘆立大學 市立大學 都有很多的這些老師的這個 創新的這個能量 怎麼樣去結合這些大學 來去發展這個 創新性的產業 所以其實是 只要講產學合作 你政府去做了 就事實上都會有這個 就會去改變一些 突破這個經濟的困境 我不是去再去通過的條例 那很多的這個優惠的這個做法 所以就沒辦法吸引 當然這位女士講 就是沒辦法吸引到 真的是有競爭力 Hitech的企業 竟然不見得 可是我們如果去發展 產業跟大學去結合的話 像生物科技產業 像這個軟體產業 其中很有 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成功 好 這是我的一個這個 comment 好 謝謝大師 好 還有來為這個 群眾有多問題 所以我想就是透過我們 過去這三場研討會 我們希望我們更多的 這個國人一起來了解 就是說這個資金率條例 如果照現在版本通過的話 它的問題有多嚴重 那大家一起來關注 然後讓這個政府更知道 它的這個衝擊是什麼 那尤其是現在的要審查立法委員 其實立法委員現在是 我們要去跟它溝通的對象 那雖然這個行政部門承諾很多 要修改很多 但是重點是 我們的這個 這些政黨的主席 還有這個立法委員 他們應該去把他搞懂 說這個討論通過的話 它的衝擊有多大 希望他能夠多全面的考量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在網路上鄉民的盆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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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